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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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许多人穷极一生都在浪费时间追求这种不存在的标准答案 并为此散尽财产 劳心劳力 即便用了别人的答案 也未必能获得自己要的人生 就像是你穿了不合脚的鞋子 穿是可以穿 但走起来就是不舒适 人生如同市场 短期都是由随机主宰 中长期来说 才有个性 品德 智慧 眼光的发挥空间 若你是乐观者 就会是助调记身心来面对每个挑战 相信明天会更好 最后让那些中长期的因子为自己在将来提高胜率 若你是悲观者 就会选择相信不止短线是随机 中长期也是随机 所以钱最不要努力了 一切交给命运 虽然无论人怎么选择 乐观者也会有潦倒衰亡的 悲观者也有意外顺遂的 因这是时事和机缘驱动的结果 但是 要用什么态度面对人生是自己的选择 你可以整天干干脚 怨天尤人 也可以在困境中内心煎熬 却坚定 乐观相信住明天会更好 哪种方式能让你达成目标 且在路途上感到快乐 那就是你的方式 现在你看到成功的商业模式 过往几乎都有类似的概念已经出现过 但因为时间不对 工具不够先进 人民心态尚未开放等因素 而遭受挫败 就好比把世界500强公司的创办人抓出来 要他们重新创业 并获得同样的成就 是很困难的 许多知名企业主都有一连串失败的副业 人气的乐团也有一堆不红的side projects 灰阶中存在无限可能的色调 当我们对随机性有所认知之后 就会对世界有不一样的认识 从1与0的非黑即白 变成百分比的细微思考 而所有只要是有机会可以带来正向改变和突破的尝试 就算几率很低 也应该要挑战看看 我们这辈子不会只做一个决定 可以想象成是带状的扑克牌比大小赛局 只有肯抽牌才有机会赢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成功人士 哪个是没有被幸运女神眷顾的 不管是知名的军事家 政治人物 太空人 商业剧播或是音乐家都一样 但问题来了 完全是幸运造就了传奇事迹 还是幸运是静静等待 某颗种子在四处飘荡后 终于找到适合的土壤和气候而长成大树 而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幸运眷顾呢 我一直认为 正因为我们对公民立路 给不出一个正确且标准 像是黑和白那样绝对的答案 对应于每个人的最佳解 都应该存在于那带状的灰色色界中 若说黑与白是不容许颠覆的准则和基本教义派 那灰色就是可以示个人情况和条件 去调色的无限空间 举个例子 牛白只有声又打打 或是熟的像鞋底应度两种选择吗 吃饭只有饿到不行 或是张道祥图两种选择吗 买卖只有梭哈做多 或是全力放空两条路吗 这样问可能大家就会明白 但有趣的是 在一些投资或人生方向的选择上 很多人好像都忘了 极致之间的弹性空间 好像非得要站队喊声 当同乏意 实际上灰色的空间很大 所有人都坐得下 人人都可以在这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 零到一之间有无限个数字 黑与白之间也有无限的色列 面对多变的市场和人生 要能跳脱黑白思维 才能看见无穷价值 我想这是我在这本书中想带大家探讨和思考的 这本书仅耗时短短数月就诞生 虽然没有精心设计的桥段 但我轻轻脑汁地将自己平日的一些想法摘要的分享给大家 尽可能把故事说得简单清楚 会买这本书的相信应该很多都是我 Podcast的听众或是脸书专业的追踪者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你们概略地认识市场 以及你自己 让大家在思维上产生根本的改变 拥有看待事情的判读力 有一天成为自己的专家 第一步 扫雷 凑除阻碍思考的常识 我们的原厂大脑 在面临投资市场会有bug 必须输入新的作业系统 不断训练自己 纠正直觉偏误 才不会容易被表象和感受给说服 我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 却算不出人性的疯狂 牛顿于1720年股市惨赔后有感 分享一个台湾萨利机长的故事 这位机师是与我同梯 一起受机师训练的好友 有一次他带学生训练时 飞机发动机突然故障了 这位同梯机师回忆 当时他想说两句 但也很自然地开始执行所有标准程序 回过神时已成功迫降在周遭海域 如同美国的萨利机长 成功迫降于纽约市的哈德逊河之上 什么叫做回过神就已成功迫降 虽然我非没多久公司就倒闭 已离开业界了 但却能明白各种感受 因为我受训时也曾在八千英尺的高空中 发生飞机引擎故障 RPM引擎转速表拉不上去 面临可能迫降等 虽然是生死关头 但当时我的心跳却没什么加速 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推测是平常受的种种扎实训练 以内化成我身体的记忆 所以当大脑还来不及反应恐惧时 身体就接手 当完成各项checklist 了解引擎转速确实有问题拉不上去 目视检查了周围是否有可以迫降的空地当备案后 开始计算最近机场的距离和高度 并冷静地把飞机飞回去 最后也就安全落地 同样的经验也发生在我当兵受散训的时候 正常人应该都不会想在高空中跳出飞机吧 但除了少数几个 我们特战散兵都像下水脚一样 有节奏且自信地从C130上跳出去 投资场与人性对坐 人类不太可能根除恐惧和其他原始天性 但我们可以借由在脑袋和肌肉里输入新的城市 好在紧急状况发生时 由城市主动接管运作 而不被恐惧 贪婪或其他原始天性所挟持 暴走 显而易见 我们长期演化而来的大脑 不是为了金融投资 算术理财而存在 老祖宗的年代没再跟你炒股的 而是以生存为第一考量 我们天性害怕损失 心理学家也说我们在路上捡到100元 而后遗失了那张100元 心情会变得更难过 我们常说趋即避凶 但往往人性会让你过度偏执 也就是极端的趋利而忘记风险 极端的避凶而放弃机会 人类面对风险 损失 甚至是获利 都容易心态炸裂 同样的 我们的天性容易短时尽力 不擅长计算未来 畅销书先别急着吃棉花糖一书中 问了读者一个问题 如果只能择一 你要拿100万元 还是每天给你一块钱累积金额的倍数 并连续给你30天 聪明的读者可能会知道 类似这种问题 应该要选看似有蹊跷的后者 但我们的脑袋 实在很难算出来 后者的总额数字 竟远远超过100万元 高达5亿3000多万元 我们可能连几个零都算不清 所以简单来说 你我出生时所配备的原厂大脑 其中作业系统 在面对金融投资世界 可能是有缺陷的 扫雷与升级 脑袋作业系统虽有其缺陷 但可以后天训练 好比说AI深度学习AI Deep Learning领域 机器可以在被喂养大量的数据后 修正其判断 人类当然也可以 如同飞行员或特战散兵的训练 最后是用身体去记忆 把答案埋进肌肉和反射神经里 遇到状况时 让身体自动反应接受 我认为大脑同样也可以这样训练 不断地阅读 思考 回测就是一种叛独立的锻炼 让我们大脑更新作业系统 比方说经济学的训练 就是借由一个又一个的数据 来纠正直觉偏误 而在长期的训练之下 下一次可能就不会这么容易被表象和感受给说服 我认为优秀的投资大师 如彼得 帝尔·毕特·西奥 凯萨林·乌德·凯瑟·武德·芳瑞·沃瑞·沃特·芳瑞·拉利奥·瑞·达雷套尼奥塞斯卡拉曼·塞斯克阿们等人 之所以常有真知灼见 或十二大胆地与市场持相反看法 就是他们长期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判读能力和观念 而导出与一般人有落差的思考方法 也就是说 当建立起自信 知道自己的判断和胜率 时可以经得起市场考验时 下一次你可能就会更勇敢地跳出大多数人直觉的框架去思考 就像是为时给AI越来越多的数据 最后可以不带感情 反人性地 甚至有点冷酷地做出最事的决定 原始人性大概斩不断 演化的力量葬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里 但我们可以藉由不断训练和有意识地调整 在遇到状况时 压制人性缺陷的情绪 如焦虑和恐慌 让训练有素的观念介入 做出冷静的判断 第一步要谈的就是我们内源厂大脑在面临投资市场时 会有哪些bug 以及我们可以建立哪些新的标准作业流程 如此一来 当面临意外时 便能在回过神后 掌握先机 做对判断 把危机时的损失降到最低 甚至是把危机换为转机 变成获利的跳板 第一章 日常迷思 培训机师录取率颇低 约在1%上下 2015年 我退伍也没补习就幸运考上 之后身边亲友经常问我 为什么要考机师 以及我到底怎么考上的 我开始投机师的直确 只退伍前半年 在绝光日记的广告看到华航招聘 所以国内的航空公司我就都丢了履历 至于为何想当机师 我想大家期待听见的是 我从小就对翱翔飞行 蓝天 有着无比的热情 但其实我在考机师面试那关时 结尾主考官也问过我一样的问题 而我的答案是 因为钱多 我想赚钱 考官们起初待了一下 随后笑得比我还开心 我可能是少数这么坦白又白目的血缘 但那也不是我是什么极度诚实的好人 只是单纯因为我懒 如果要一直演戏 扮演自己是航空迷之类的 实在是太累了 不过我事后回想 会不会就是这种答案助我脱颖而出 因我后来发现 在录取的培训机师同事中 我这种私立大学的学历实在是激励贺群 看不见别人的车尾灯 考官总是看上了我什么才对 在机师训练的一年多中 我不仅学会如何飞上天 更从身旁优秀的同梯学员里 得到了人生上崭新的视野 也从他们身上映照出自己脑中一些错误的认知 这种接近反射直觉的认知 其实蛮可怕的 会在不知不觉中 影响我们种种的想法与行为 因为错误认知 就如一个错误的飞行仪表白 即便飞机性能再好 也很可能会让我们与目标背道而驰 甚至坠落于茫茫大海 黑白之间都是灰 当年这群同梯伙伴学经历 几乎都挺惊人的 不只是学霸 还在各行各业引领风骚 很少像我这种第一份正直 就误打误撞跑来当机师的 我一开始想说 很会念书的人可能比较像是书呆子 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 这军学经历一场优秀的同梯 其实比我更会玩 而且是那种玩中代学 不浪费生命的玩 例如 我的室友不仅是一流大学的高材生 也是一个说走就走 雄怀世界的背包客 常听他分享到世界各地流浪旅游的精彩故事 包括他在印度吃坏肚子 在大使馆前的草坪洞位条落赛到晕倒 天亮才被警卫叫醒 还有喝挂躺在海滩木板上睡觉 醒来时已经飘到离岸很远的汪洋中 这些听来荒唐的故事 都让他对生命有了与人不同的视野 受训时的休假日 这群人很少宅在宿舍 因为他们大多是真的喜爱飞行 所以会相约一起来烫销旅行 像是跑去带热气球 边门边体验飞行的一些道理 与他们朝夕相处让我开始思索 过去很多我们强行一分为二的对立价值观 或许会使我们错看许多事情的本质 甚至错过机会 像是会念书就不会玩 很会玩就不学好 兴趣不能当饭吃 想成功就得要苦读这类二元对立的价值观 许多人都因这类根深蒂固的偏见 而拒绝了其他可能性 我们也常听到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但被誉为希腊三者的思想家布拉图 其实是他的外号 他的本名叫亚里斯托克里斯 也是位著名的摔角选手 布拉图的意思正是形容充满肌肉 肩膀红厚而雄壮 后来因为柏拉图这个名字太过响亮 以至于取代了他的本名 另外 我们也常听到 贪多脚不烂 等天才打文西 除了是文艺复兴时期 画出一幅又一幅剧作的伟大艺术家之外 也是建筑师 解剖家 军事专家 科学家 甚至早就画出直升机的蓝图 吃得又多 又补 又厉害 而现在非常热门的基础星象学 也把人分成了12种星座 12种个性 极是简略地帮人上标签 虽然近代窜红的星象观 还有搭配水逆 行求运行这些我看不懂的条件 不过终究还是适逐要去定义 标签以及分类一个人 毕竟标签其实很好用 帮助人类更有效率地做决定 不过反之 也可能会让我们漏看了一些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 无举的近视传奇经典人物 是不是有点幸存着偏差的味道 举这些例子只是因为他们名字好记 大家也认识 你不妨仔细看看周围的家人朋友 应该也能轻易挑出几个颠覆这类简易分类的人 比方说 肠很凶的 却很温柔 看起来很皮蛋的 结果是高材生 其貌不扬的 但是有很美的另一半 拥有弹性和持续努力 超级学霸有些不仅会念书 还可以玩中学 把玩乐中体悟到的变成打通认读 二脉 自成一个的真学 在认识那群机师同事之后 我更肯定把兴趣当饭吃是可行的 于是决定将其变成一门结合生活的体验 把乐趣和专业结合在一起 投入更多时间钻研我一直很有兴趣的投资 就像多数人出到市场就想要赚大钱 觉得自己一定是少年股神 我刚进场时也是充满信心 但随着被市场教训几次之后 渐渐就也悟到了 索性我没有像有些人持续浮沉在有跟没有之间 就像是薛丁格的猫那样 在随机之间找寻真理 蹉跎人生 我大约花了一年就想通一些受用无尽的观念 也搅出了当时是自己总财产很高比例的学费 股票市场是可以大赚大赔的地方 随着本金扩大 也可能在长期报酬里 赢过本业的收入数杯不止 如果想把投资当成一个工作 就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 医生需要收好几年医学训练和实习才能职业 律师 司法官也需要多年的法学训练和考试过关后才能职业 那我们怎么能期待在 可能赚到很多钱的投资市场 不需要训练就能发大财 股票投资对我而言 赚钱目的为第一 但研究和见证市场带来的新快感 也强大到我有十分不出赎倾数众 比方说 虽然赔钱出场 但因此见证到历史事件 我会觉得非常快乐 本身兴趣刚好就在这边 也愿意投入大量时间 在市场中打滚也就带来了无数的乐趣 于是我就跟着兴趣走 反正先做再说 毕竟规划一堆东西就像白日梦 多半都不会按照剧本发生 反而享受研究股市 产业衍生的喜悦 可以带来资产的慢慢累积 也才有了后来podcast上的过癌 而podcast也意外地收到广告上的青睐 在我开始录音时 台湾没有什么明确的podcast广告文化 我就是无脑下做一顿 没想到后来却变成我增加投入市场 本金的管道之一 无心插柳柳城之挺适合套用在我身上 如果不是有强烈的动机去执行 就不会有今天 但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这又是另一个幸存者偏差 只是听我一句话 古今中外哪一个成大式的 没有收到幸运女神的眷顾 你觉得他们纯粹就是幸运吗 还是说努力的人 比较容易被基运清点呢 三大因子和一个隐藏加分 我认为投资就三大因子和一个隐藏加分 本金、报酬率、时间 加上投对胎 投胎的部分我无法教你 我自己投胎在一个爸妈不需要我养 但他们也无法给我投资本金的家庭 我认为已经算是非常幸运 出生在幽渥家庭的孩子成功机会一定 比那些在平庸环境长大的孩子来得高 台大的学生平均家境都好过野鸡大学 而富家子弟可以有数次的创业失败机会 穷人的孩子可能一生攒钱只能拼一次 一次失败就得回老家中田到老 投对胎会在你人生中帮你暴力加速 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们看过很多富二代败家子啊 你不该把个案当通案 事实上积极复制是不争的事实 别除掉投对胎这种无法决定的事情 其中最好掌控的是本金 就算你的薪水不高 也能靠多份差事来增加 或是说随住入社会久了 也能期待相对较高的薪酬或收入 报酬率就稍难一点 要追求超额收益alpha实际报酬率减 据理论报酬率就必须要有高明的投资技巧 有些人毕生可能都无法打败大盘 而过度追逐报酬 也可能掉入高波动的陷阱 在每次的假杀重伤 三药素里最困难的就是时间 巴菲特有这样的成就 除了投资的技巧外 就是活得够久 时间是富利的好朋友 而富利即是你的好朋友 应该没有人能确定自己可以活多久 能做的就是维持健康的习惯和饮食 活于久 我相信对于专注的是好或是兴趣 一定可以有更深的造诣 投资概论 大道质简 有种境界叫大道质简 因为真正的艰难学问 在历经不断归纳 辩证 虚无存经之后 能得出如一等于MIC这么简单 却又极其不简单的简约大道 在投资股票上也有这样的道理 那就是定期买入大盘市值型ETF的被动投资 像是追踪美国标普500指数的VIO Vanguard 500 Index Fund ETF IVV ISRACE Core SP500 ETF SPY SP500 ETF Trust ETF 定期买进 你的绩效就会贴助美国市场走 赢过大多数主动基金和投资人 若你相信人类 相信美国 买市场就不会错 接住配息再投入 长期持有 到最后复利的效果 会令你感到惊喜 若不像巴菲特和我一样持续看好美国 想要分散风险投资全球 也可以透过ETF半道把巴菲特放前面 因为它怎么想比我重要多了 可以用VTI编注 Vanguard Total Stock Market 整体股市 是由Vanguard公司在2001年5月24日成立的ETF 可说是代表整个美国股票市场 主要跟踪CRSP美国整体市场指数 也是全球前世大ETF之一 北商VXUS VU编注 VU和VXUS 都是投资美国以外的全球 已开发与新兴市场 两者投资四大地区的比重也相当近似 VU和VXUS 主要差别在于两只ETF对中小型类股的涵盖程度 或单纯用一档VT编注 Vanguard Total World Stock Index Fund ETF Vanguard公司发行 成立于2008年 追踪FTS Global All Cap Index指数 包含美国 美国以外的已开发市场 新兴市场 即完成全球投资 这些都是涵盖了全球数千档股票以上的ETF配置 一般人只要能做到如此的配置 就已经胜过大多数环夫沉于奇怪金融商品 如琳琅满目的保险 外币 衍生性金融商品 有的没的资金盘 以及定存的那些人 也就是说 你不要踩雷 走一个市场的平均报酬 其实已经击败一大堆人 而天下真的有这样的好事 如果只想跟住台湾国运走可以吗 追踪台湾50指数的两支ETF 0050 006208 相当程度涵盖了台湾重要的大公司 这类ETF特性是永远会涵盖市值最强大的台湾50家公司 并太弱流强 我们很幸运 台湾是国际上表现很好的市场 也有许多国际强暴 许多人听长辈说台湾股市永远都是万点而已 其实观念不太对 你要看的是加权报酬指数 台湾市场的特性是喜欢配息 而且配很多息 如果你把息都丢回去市场里利滚利 其实台股不止摸了一万多点 而是已经上三万点了 稍微可惜的是 台湾的大盘市值型ETF 在费用上相对不便宜 但仍算可以接受 我认为将来终究会慢慢降低 感谢约翰 伯格先生 张C Bogo 我们可以用低廉的费用完成全球配置 也因为由像Vanguard这样的公司存在 维持业界的竞争 受惠的正式消费者 长期趋势下 应该会有越来越多实惠的选择 若有些人因为时退休金规划 需要降低波动 那可以评估散入一些债券ETF 来做到股债对冲 如此一来 遇到雄狮或击杀 竟能够降低波动程度 之后再平衡也能确保 在低档有额外资金价码 而债券到底是不是必要的配置 或债券的比例该抓多少 也不是黑与白的绝对值 保守一点的人可以把债券拉高 不怕波动的年轻人 甚至可以完全不需要债券 我个人就不喜欢债券的配置 封建的文人相亲 常常互相计较配置的比例 或是产品的选择 但我认为投资理财绝对是因个人条件不同而不同 有一好 没两好 债券可以帮你降低波动 但是若走大牛市就会重拖你的绩效 短短的一小章节 我们就把投资的概论说完了 当然上述的产品都有替代品 也有多种排列组合 那就看你怎么选择了 持续投入 投资大盘 投资台湾 投资美国 投资全球 保持乐观 因为投资是一辈子的事情 虽然很多人都说投资很困难 但投资确实有相对简单 高CP值 且稳定的方式 绩效还能击败一堆人 就看你信不信 有了这层认知之后 我才会建议大家去做主动选股 来试试自己有没 有可能是下个彼得 邻居Peter Lynch 乔尔 格林布莱特 Joe Greenblatt 李璐 巴菲特 或是最近很红的凯撒林 伍德 Katharin Wood 毕竟大家认识的投资大师们 几乎都是以主动选股投资为主 保持警觉 接受多元 经过我的说明后 不管决定采用定期定额 买大盘试制性ETF 或是选择主动选股都可以 投资的方法本来就白白重 怕的是既不相信大道质鉴 但自己也没有下功夫认真苦学 而最后折衷的方式 竟是自己去网路上 花时间查找所谓股票老师 和方间偏方跟单使用 偏偏这种现象的发生 竟又是非常合逻辑的 愿意苦学的 走出自己道路的人 终究是少数 而我们很容易错以为 花点时间找股票老师 就已经是做完功课了 毕竟这好像是某种相信专业的呈现 但问题在于你不知道你找到的诗神 还是鬼 所谓IKEA效应 就是指人会放大自己的重要性 总觉得花力气组装的家具比较好 欢家时也舍不得丢 因为太过看重自己花的一点力气 在网路和电视上后 不容易找到的股票老师就会报得紧紧 坚信他们的指导 因为这可是自己花力气找到的 看到这 你可能会想那如果本书作者也是来乱的怎么办 有可能啊 所以树立自己的判断力 不容易随风摇曳才显得格外重要 你要先能辨别谁是人 谁是鬼 若可以花个几分钟就知道一个人正派与否 观念是否值得参考借进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而这样的训练需要持续精进 也需要时间 起飞前先校正仪表版 进入投资市场 务必放下心中非黑即白的成见 头脑简单不代表私之发达 会涨的不代表是好股票 可能业障很快就来统统倒回去 基本面优质的公司未必是好的投资标的 因为财报反应过去 却未必能反射出未来 故意让人听不懂 有一堆术语的专家 未必理解投资 他们可能只是把事情搞复杂 来赚资讯不对等才 拿出一堆数据 报表 论文主打科学投资的人 可能一点都不科学 而主动互被动投资 也都是个人的选择 没有绝对的对错 第二章 物极一定必烦吗 我妈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老爸和她一起去朋友家做客 老爸的这位友人世报发护 那天这位友人得意的说他水果绝不吃当即或在地的支持日本或欧美空运来台的水果 他们家的水果长相也跟寻常家庭大不相同 看起来就很厉害 离开后我爸说了一句 肖章没有落魄的酒了 短短几年后那位友人果真风光不在 我妈一直说都是我爸乌鸦嘴 当然我不是要赞赏我爸铁口直断的功力 而是想讨论人性中直觉的反应 肖章没有落魄的酒制当中的陷阱 其实整个事件说穿了 大概就是眼红别人一息之福 一定要骂个两句 以及人性期待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心理 虽然可能是很自然的人性反应 但如果把这样的直觉带进股市投资里 判断上可能就会失准 涨度不一定比低 跌身不一定反弹 肖章没有落魄的酒反应了多数人总认为 万物的起落通常可以用趋于平衡来归结 就像是自然界的大循环 物极必反 某些案例来说是有道理的 但却不是一个必然的法则 金融学上有所谓的均值回归 比方说 一些某年爆红的基金后来表现得很差 一代股神连续数年打不应大盘 空投之王判断早泄 空在其章点等等 这些算是典型的均值回归应用 但我们也能举出一些反例 若采样了不同的实践种 如按月之欲按年计算 不同的产业 如科技产业治愈相片冲洗和实体DVD店 不同的周期 如新生的治愈成熟 且开始老化的市场和企业 看了这些例子 你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想法 产业结构的改变 可能会让时代的眼泪产生 资金的大量宽松可能会造成估值脱离均值直线上爬 电动车普及 经由车规定以及开采技术的进步 可能会让原油需求持续下滑等等 天地万物的日常平衡 相识日出日落 潮起潮落 春去春又回的大自然现象 让我们对于循环习以为常 但用这样的概念 来看待股市和市场 很容易有的反射直觉 并是涨多必跌 跌多必涨 而这样的反射思维 是波距风险 皆有偏差的 如果你从标普500或台湾50去捞全只股出来检验 就会发现许多股票的走势 就是一路往上爬 高还有更高 每个短暂的低股实为难得的买点 这样的例子虽然不是非常多 但绝对不少见 这就是涨还能更涨 墙还能更强的案例 反之 像是前几年的挖矿显示卡和主机板 被动原件MLCC缺货涨价 防衣用品稀缺 货柜货散装航运运费涨价等等 数年一遇的机会财股 这些赚机会财的公司 由于一时的稀缺 紧急拉货造成涨价 或业绩短期的大幅上升 股价也跟住暴涨 最后做出一座山峰后 套满一堆人 有些人甚至这辈子无缘解套 经典的做法使股价炒起来以后 放出诸如产业前景 好到看不见需求尽头等刺激消息 再搭配法人 如于诗标黑尾于诗德 目标价越喊越高 等到差不多了 就开始获利了结 全部倒给散户 借助股价崩落 捡到股票的可怜散户们 可能还以为自己唠到便宜 你看基本面数据真的有改善 前几天要1000元的股票 现在只要700 当然勇敢买下去 这种吃人不涂骨头的例子不胜美举 也让人不胜唏嘘 这些股票不能完全算是炒作 基本面确实有改善 获利确实有开出 但因为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当然股价也会一一还回去 那连续数月数年下跌的股票呢 原性总想减便宜 在商品特价 争年轻时 总有失去理智的汹涌血偏人潮 低价强弱那些本来价格更高的商品 但与这些特卖会特质不完全一样 市场是个用钱投票的地方 当然不排除在一些案例中 你可以找到被市场错杀的标的 但也多的是最有应得的公司 连年的股价下跌实际上就是法人 分析师 甚至内部股东都持续抛售 等待掉亡而已 在市场里也有想要低价血偏的人 这些人许多是研究财报的好手 他们以为自己像是 格拉罕·Benjamin Graham 巴菲特的老师 从连年特价的股票中翻照 并判断出内在价值 intrinsic value高于价格的标的 于是就持续地买进 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 那些公司最后可能还是倒闭了 如管理人员有弊病 产品不再被时代接受等等 以为人气无取钱保钻 实则是人去迷取收破烂 但别放弃希望 市场上也不乏股价其次回升 危机入市 最后大转的例子 比方说 下市的历经后来重新以历基电上市 本来脸书上有个历经自久会 也改名为同乐会 从原先一面到开马 转变成众人都哄笑起来 店内店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你必须理解市场的随机性 从来都没有一个绝对的道理和准则 如果有 那怎么不all in 虽然市场可能充满随机和不确定性 仍旧可以试著去找那些在自己防守范围内 对于基本面够了解的公司 找寻类似滚雪球班 可以越滚越大 又是也更加庞大的机会 比方那些有明确策略规划 大量客户撑腰 以及在各自的领域里难以取代 所谓护城河很深的公司 就是可以注意的对象 护城河的观念其实很简单 只要是如果没有他们 就会让整条供应链感到头痛 取代难度愈高的 就是护城河愈深的 毛利就是一个很简易的判断方式 一般来说 毛利愈高的公司往往竞争力愈强 举个例子 比方说除非主厨是小当家 否则路边小吃店护城河普遍都浅 你大可以不吃这家 去吃别的餐厅 完全没差 也没损失 但若想换架晶圆代工厂 帮忙生产手上的先进制程设计 那市面上根本没有多少选择 但是强大的公司在未来几年后 会不会还是下跌时的避减钻石 那也未必 也有像是柯达 红达电 白石达 IBM这些时代的眼泪 曾经占据山头 但拐了弯 走错了方向 就再也回不去 亦或是本来雄霸一方 但因为有新的竞争者导入 或是做了致命的错误决策 就此进入衰亡的转折 我们要明白投资是一辈子的事 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都会改变 终身学习便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应该要避免人性的直觉认知 涨多比跌 跌多比涨 可能会让我们错过后续的大涨幅 甚至是跌进深渊 而强能更强 若会更弱 则可能让我们踏入机会 财户的陷阱和错失转几股的暴力 我希望分享到这边 没有让你对市场失去信心 好像一些以前认知的法则都被挑战了 若选择要踏入主动投资的范畴 就要接受持续不断精进的学习和努力 不同于稍早跟你说的 高CP值且好理解的指数化投资 这是一条辛苦的路 企业寿命缩短 但大者趋于更大 是50年吗 但那是1950年代的事了 根据顾问公司Innestate统计 2017年全美前500大企业的平均寿命略低于20年 而且预计到了2027年 这个数字估计更会来到仅仅12年左右 这跟人类最好的朋友狗的寿命其实差不多 这个讯息更告诉我们 跌多的股票一去不回头的风险 在未来恐怕更高 因为产业变化加速 更跌周期所短 企业也就陷入更快不断新生与衰亡的循环 而当企业都衰亡了 何况是股价 然而 另一个数字却也告诉我们 大者趋于更大的时代 也同时来临 罗素3000指数是由美国市值钱 3000大企业所加权计算得出的指数 根据摩根资产管理公司统计 自1980年以来 涨幅已经超过70倍 表现相当杰出亮眼 而可怕的是在这个数字背后 如此惊人的涨幅 近来自7%的企业贡献 7%的企业贡献了指数70倍以上的成长 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许多重要的事 其一是 若是挑对企业 我们的报酬长期可以大报社 只是这个几率颇低 只有7% 其二是 若挑错企业投资并持有的惩罚也很惊人 同样是罗素3000企业 自1980年以来有40%的企业 其股票市值重重下杀七成以上 而且多半没有所谓的跌多必涨 而是一去不回头 这是一个大者更大 等周期变短的时代 而资本世界现实且残酷 根据经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永垂不朽 凋零只是时间的问题 就算未来可以出现在不旁克世界里的超级巨瘦企业 相信也不会有很多家 别跟股票谈恋爱 脑筋动得比较快的读者 已经可以猜想到面对股市 我们可以如何选择来增加投资胜率 因为7%的命中率实在偏低 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建议单压一家企业的股票 恋爱的专情法则不适用于股市 妨待的基本做法就是多元配置 也就是鸡蛋不要全放在同一个篮子 这才能大幅减少你一次被抬出场的机会 但当然如果十分有把握 且自取为专业人士 担押 中押也是一种选择 因为赚钱的方式 从来不止一种 但必要的前提是 清楚并能承受风险 了解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企业与局势更迭太快 千万别跟股票谈恋爱 该放手时就该放手 但也很可能在我们放手 放生之后 该股票却不讲武德大涨 这时候别为难自己 要记得当初放手的风险考量 也就是说 你要相信当时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们的目的是培养出一套判断机和机制 虽然偶尔会错杀一些可以涨成大鱼的机会 但也因此让我们可以避开许多严重的亏损 总不会有人等乐透开奖了之后 再深深懊悔自己干嘛不签这几个数字吧 当然 如果不愿意花力气 或是也没能力去找出这些7%赢家 因为连多数专家都不一定挑得到 那么不断包我们太弱流强的市值型ETF 就是种选择 云落的企业会自动剔除 然后再加入新的高市值企业 生生不息 这就回到一开始说的大道质检 你其实是有相对轻松的方式可以投资 但我知道多数人不敢于8%到10%上下的报酬率 都想进去拉斯维加斯 来个double or nothing 若是如此 在挑选冠军赛马下桌的路上 就记得不要踏入人性的陷阱 第三章 大脑的神替换 我是无神论者 总觉得信仰使人软弱 但家人算是有民间信仰的人 多少击败祖先 每回我被叫去烧尖纸时 总是抱怨这样不止伤费 还破坏环境 到底烧这些有的没的药杆吗 家人也不太与我争辩 总会说你不懂啦 我心想是你们比较不懂吧 但巡寺长辈也洗了这么多年 我不过就偶尔赔西废弃而已 为了让大家好做事 也就妥协了这个 我视之为陋邪的惯例 但人真的不能太铁齿 去年年底捡回来的流浪狗 hold口药动劫砸手术 事先努力比较找了几家优质手医院 原本打听到医家风评不错 也约了手术时间 但手术当天才发现 该医院没有针对宠物提供药物过敏测试 虽然过敏几率微乎起微 但我还是取消了手术 宁愿重新再找医家 就差不多是这么用心 手术当天到现场 在hold口被医师带走后 我才惊觉自己的软弱和无助 虽然我已用尽能力安排 但却没有医师能保证 那条脱血破坏狗hold口 一定能平安出来 因为每个手术都有风险 所以手术进行的档下 我瞎忙地向众神祷告 其因我不知道该向哪一位神尊拜托 于是之后骨金中外 凡是我知晓听闻过的神明 全都真诚诉说 祈求垂帘 耶稣基督 菩萨佛陀 宇宙神魔造物主 独神高尽 反正就是像想得到的神自 被兜求了一次 苟命关天 命可挫败 绝不可放过 顿时也忘了自己本身 是毫无信仰的人 大脑拜神 好让我们放过自己 明明一直都是无神论者 觉得信仰使人软弱 可是为什么还是在需要 使选择性地相信 有神明的存在 后来某日读到查理 蒙格 查理 曼尔的说法 觉得颇有道理编著 查理 蒙格是古神巴菲特 十分倚重的事业合伙人 巴菲特曾形容是查理 蒙格让他从星星进化成人类 查理 蒙格一针见血地指出 人在两种情况下 会倾向相信宗教 这两种情况 真是疑惑与压力 而查理 蒙格更坦言 他观察到的世间真相是 大多数人的自然状态 其实是需要某种宗教信仰 顺著这项解释 我们不难理解两件事 第一 先不论世界上有无神明存在 但拜神信仰其实是一种心理需求 第二 因股市投资是充满疑惑与压力之处 所以在股市里 人性也容易渴望有股神的指引 拜神是一项心理需求 因为能让我们暂时放下沉重压力 而事实上不仅拜神 我们的大脑常会来招神替换 把难解的问题 暂时替换成可解之事 例如 去或不去 做或不做某事 有时我们会丢同版决定 想知道某人是否喜欢我 我们会数花版决定 即便逻辑上根本不通 但在无计可施之下 往往也宁愿暂时先被蒙蔽 以免大脑压力大到断线 这种偷天换日无可厚非 特别当我们已尽了所有努力之后 但是 我们可以软弱一时 却绝不能软弱一辈子 拜神心态最可怕的是 会让我们不加思索地偷懒 将命运完全交给神明 或是遇到问题习惯不动脑 全交给完全没训练过的直觉 甚至若把这类心态带入股市投资 那下场更可能会是自己走上偏门 中了牛鬼蛇神的骗局 古海牛鬼蛇神 股市里的骗局多半大同小异 不外乎一些牛鬼蛇神 把自己包装成无所不知 能神准预料股市走失的股神 而这些牛鬼蛇神要赚的就是学费 或与炒作集团合作 空抬炒高股价 再诱骗广大信众进场 信众们的真金白银换来的股票 全部套到山上 惨烈着甚至成了壁纸 这类汉史层出不穷 每天在脸书 Telegram 来那些照片弄得漂漂亮亮 问你有没有在投资的 多半都是港股新股诈骗集团 这些人通常专挑那些没有成交量 股价又超低的僵尸股 借由犯罪集团的拉抬 吸引受害者买进之后倒给你 最后崩回原大 此外 前阵子有位被封为华尔街女神的女子 讲述自己从清寒大公族到华尔街 赚进上亿身家的故事 再请出版社出版自传 把美好人生分享给大家 又说因为佛心 推出种种课程照顾世人 两天每股课程要价25万台币等等 若以为25万的两天课程没人会去报名 那就错了 这样的东西最后吸金了近3000万元 最后闹上了法院 才查出该女神根本无相关经历或证兆 在股市装神弄鬼时门好生意 因为眨眼就是3000万 这比辛苦研究财报和学习股市操作来的好专 我开始制作国爱podcast才没几天 就有组织和个人要找我合作 非法的有资金盘 合法的有劣质产品 或是要我一起兜售会员 令我压抑的是 我不过踩出灯板 就能有源源不绝的邀约 何况是那些已经在台面上很久的 而后来也看到一些有的没有的 被我拒绝的产品和服务 还是在别人的推荐下问世 每个人的道德标准果然不同 金钱是容易让人变质的魔鬼诱因 而现代社会是比以往更需要爱惜羽毛的时代 因为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若你相信人生是无限赛举 就千万不要贪图快钱 接受魔鬼的诱惑 在古诗和人生里 我们应该大量参考多元意见 切莫深信某位人士或某个团体的单一意见 免得踩到大坑 成为暴宰苦主 有策略 才能临危不乱 人类是如何告别无依的 正如查理 蒙哥所言 人在面对疑惑与压力时 会倾向拥抱宗教 而在生死交关 且深知痛的医疗领域中 充满了压力与疑惑 于是乌医自然被深深需要 人类告别乌医的原因 绝非我们看该生死 而是我们有了医学常识作为坚强后盾 但非常可惜 从小学 甚至幼稚园 我们就被灌输医学常识 也清楚生病就该看医生 但我们从小的财务教育却趋近于零 所以在投资理财上常常 只能毫无力量地任人宰割 第一个方法就是建立正确理财观念 和加强自己的资讯叛独立 这也许慢 但路却能走得长久且稳当 长期绩效不错的投资大师 如巴菲特 桥水基金的瑞 达利欧 像树资本的霍华 马克思 他们早就把自己的心法出版成书 也在网络上 跟住时事变化 发表他们的意见备忘录 跟花几百块的小钱 阅读这些深有价值的书籍 以及上网看这些免费的memo后 因为一看过真正的大师 自然会有基础能力 知道谁是股市里的牛鬼蛇神 你有现成 经过考验的高手可以看 为什么还要到处去学有的没有的 第二则是规划策略 有纪律地实行 比方说决定如何配置安排 要有多少的科技股 传产股 国内国外比例为何 是否需要债券降低波动 以及要不要放些比特币等等 此外 也要依照自己的收入来规划选定式每季 还是每半年 一年投入一次 当你有策略 遇到恐慌时才能临危不乱 先首先从投资大盘开始 比较简单的方法则是 定期定额投资大盘 试制型ETF的配置 决定要不要再平衡 再决定周期怎么抓 以及多久投入一次资金 据规划一个长期可以持续的投资策略 标普500指数已经连续10年打败85%的主动型基金经理人 而如果把时间在拉长检视 过去15年来大盘的胜率更是高达92% 这也是为何我常推荐新人进入股市都是先从投资大盘开始 确定自己是和财慢慢转一些部位去主动选股 就像是进去游泳池不要直接跳下去 要用脚先探一下水文 人生和投资路上 我们常会遇到想要摆脱压力 不想再疑惑的时刻 许多人选择逃离现场 卖出手上部位投降 你可以选择精神祷告 毕竟这符合人性心理需求 但我的建议是 在每一次遇到挫败就要睁大眼 记下这次的感受和经历 成久下来会慢慢战胜压力与疑惑 把自己平常的累积变成信仰 压力变助力 疑惑变自信 相信自己绝对好过并极乱投意 把路边斜庙当神庙 不要人牵无形 鬼牵溜溜行 金钱是容易让人变质的魔鬼诱因 千万不要贪图快钱 接受魔鬼的诱惑 第四章 别队的球衣 我太太曾问过我一个蛮有趣的问题 她说 为什么男生打篮球的时候 常常会穿其他球队的球衣 明明就不是NBA湖人队 勇士队或篮网队 为什么要穿上这些球队的球衣 甚至背号上还是别人的名字 被我太太这么一问 当下我也觉得这确实还蛮逗的 原来我们从小打球或练球时穿上NBA球队的球衣 从一些人的角度来看 竟充满了有必要码的疑惑 于是我开始思索 我们到底为何要穿别人的球衣上阵 最直观的一众假设 是因为打球的人本来就需要一件球衣 于是就买自己喜欢的款式 这当然有可能 但其实带有NBA球队球星字样的球衣都要价不非 所以多数人应该不太可能只是因球衣需求而买 毕竟性价比实在太低了 那么是因为支持某球星新生崇拜而买吗 这当然有可能 但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心里崇拜 不一定要穿在身上明显露出来 所以买知名队伍的球衣更多是为了刻意显露 如果是的话 那这又是什么样的心理需求 事实上 这个情节不止在男孩们身上 例如电影里常见的情节 女主角为了要打入贵妇圈 手中一定得有个贵道窟的名牌包 这个名牌包正是进入上流社会的球衣 所以 诸如跑车 苹果手机 甚至小学生间流行的动漫商品 可以说都是某一个群体的球衣 拥有某款爆红商品 某项资格就是我们加入某一群体的会员卡 所以我猜想 这当中肯定有一部分来自人性中的归属感需求 年度卖的最好的球衣 几乎都是冠军队伍里的明星球员 也就是所谓的当红主流 穿上最多人穿的球衣也正代表 我不仅是我 而更是我们 我们支持同一支队伍 我们有共同的信念 甚至我们会一起为子家军喝彩 乘衰敌对 如此同仇敌忾 敌我分明 也让同阵营的情谊 更为紧密 是球衣 还是球衣 群性归属感在现在网络社会 有个更简显易懂的名词 同温层 而在股市投资界里 往往更常见同温层现象 投资界诸多门派 各有各的学问 如主动 被动投资 价值派 成长派等等 外网络之次 理念相同的投资者 很容易聚集在一起讨论 这是非常好的成长方式 相对的 不同群体间也会出现门户之间 给我分明的同温层副作用 若是保持这种心态 身上的球衣某种程度 也就变成了球衣 前置住我们的想法 让我们产生盲点 甚至是掉入资讯的陷阱 投资心法 策略 其实都是获利武器 而武器不正是与多元玉好吗 为何一定非用大宝打小鸟 或是明明该用原子弹重击时 我们却还只是用子弹搔痒 然而 喜好加入某一特定群体 进而敌我分明 偏偏又是人类演化的结果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 互相合作的结果 会提高生存率 而迅速辨认敌我 马上逃跑或攻击 则会降低死亡率 同温层陷阱重重 演化心理学更推论 在演化大赛中 最适合从活下来的人类族群 并不是只懂得爱 也非只有恨 得分最高的 是对自家族群 有浓厚的爱与忠诚 对群体之外的人类 则可以毫不手软 甚至是恨意浓烈 因为这样的团体 对内会紧紧团结 对外则会狠心灭绝临近不足 甚至对战过程中 这类族人更容易因爱舍生 愿意为了自家族人的大胜利 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于是从演化来说 这类内爱外恨的族群容易打胜仗 最终称霸天下 而我们正是这些赢家的演化后代 但上天弄人的是 在演化路上 别我区分虽有助于生存 但时至今日 神陷单一同温层的人 却可能成为生存弱势 别误会 同温层不完全是坏事 如果你身在一个优秀的经营圈子 这个同温层会让你越来越聪明 只是有时候你可能待在一个不好的圈子里 而不自知 在金融投资圈这种情况蛮明显的 例如 一些投资意见领袖充满攻击性 会塑造为我独尊的气质来巩固受众 可能外险上看起来很专业 也很科学 但实则有些是要卖金融产品 有些则是秃鹰集团的喊盘手 此外 别忘了时代的眼泪 这回事 金融投资 产业前景 投资策略和市场编号 总不断翻转与修正前行 等一观念 等一策略 未必能永远闯荡江湖 同温层容易让人互相取暖 报喜不报忧 若的观点单一 无视警讯 虽然赔钱的时候 是大家一起赔 心里会好受一些些 但毕竟这不是我们投资所追求的目标 多听不中听的话 不会让你少一块肉 但少听到几次逆耳的中言 就会让你少很多块肉 借同温层 摆脱同温层 要摆脱同温层束缚最好的方式 就是加入新的同温层 而且不需要跳脱本来的数十圈 你可以想成本来是天天吃牛排 改成是135吃牛排 246吃个鱼排 说不定会发现新的天堂 很多股市经理人深恶痛绝比特币 这类加密货币 特别有趣的是 他们对比特币的厌恶 其实就像许多人讨厌股票 是一种自然反应 却不是深入了解之后的结论 这其实也是人类面对不熟悉事物的直觉反应 先骂 先杀就对了 这种跌我分明的情绪 与我投资策略不同的 原是要铲除的敌人 是不健康 也不必要的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2000年年底的每日邮报 daily mail都大的标题写著 网络可能是个过时的潮流 数以百万的人已经放弃 现在看起来这句话跟笑话没两样 但当时读报的人可不这么想 观察货币历史 货币提制最早都是少数人互相制约信赖的机制 最后才慢慢被多数人接受 我不确定比特币会不会有完美的大好前途 但是接纳这些讨论毫无坏处 虽然我是股票起家 但却绝不让自己支身陷在股票这个同温层中 我建立的股爱Telegram讨论群组 目前台股有9万多人加入 美股群也有7万多人 但在比特币上2万点美元时 我开始了虚拟货币的讨论群组 人数目前也接近2万人 而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比特币是5万美元 我们10年后回来看看会怎么样吧 进入新的 甚至是敌对的同温层 其实正是把敌人变为自己人的关键 在新的同温层中 我得以持续交流与吸收心知 也得以避开在旧的同温层中 给我分明的强大副作用 而我如此转换 新增同温层的代价是什么 在人类演化时上 若离开族群 常依未助死亡 但在网络世界 转换同温层 代价不过是点几下滑鼠 如此简单 只是我们的大脑肠 还没能跟上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会抗拒离开贵属 也就没能加入新的同温层 没能继续前进 所以当网络上集体攻审某人 或说未审先判 集体霸凌某人时 我也常会点点滑鼠 加入那个人的脸书或是粉丝团 以此得到观察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我可以有自己下判断的机会 唯有不断练习与判别 我们的判断力才得以校正 才得以更精准 穿上大师们的球衣 最后 我也建议可以把绩效最好的操盘经理人 都当成你的同温层 特别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 只要管理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机构 美季都需要公布手上美股的持股报告 简称13F报告 所以随即投资大方向往那 都可以清楚看见 美季看看知名对冲机构的持股变化 盈亏变化 某种程度而言 你也穿上了这些投资大师的球衣 当然大师也会犯错 但这些大师之所以为大师 适应他们的胜率比起一般人高出许多 勇敢新增同温层 加入的代价很低 甚至比花钱买一件NBA球衣海 但其带来的获益 却能让我们免于风险 甚至再创新高 这种家当损失有限 上到获利无限的投资 实在是投资与人生路上 极具投资价值的好抉择 第二步被梁建构判读的作业系统 被梁市上战场 经常投资前的种种准备 面对多变的市场 杂学和多方涉猎很重要 别当市场的韭菜 自己的收获自己雇 教育让聪明人多长了点智慧 却大大增加了蠢人的危险性 黑天鹅效应作者 塔雷伯 Nasim Taleb 瑞 达利欧是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掌管千亿美元资产 即便他富可敌国 还是逃不过造化弄人 2016年 他被诊断出巴瑞特式食道症 巴瑞 HS esophagus合并高度表皮异常增生 有可能引发食道癌 但他的状况特别 不适合开刀 瑞 达利欧回忆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恶好 他的决定就跟投资一样 要对最坏的结果做出最好的准备 于是他又找了四位医生咨询 第一位医生信誓旦旦地指出 病情可以开刀 但必须切除他的食道合胃 有70%的几率成为残障 第二位医师认为 根本不用开肠破肚 只要定期追踪 在细胞增生扩散前切除即可 对生活影响其实不大 最后的两位医师 建议先做内视镜检查 结果出炉 才发觉一切根本只是乌龙一场 瑞 达利欧除了没有高度表皮一场增生 而且离癌症远得很 这类故事实有所闻 大家或许都不陌生 不过对我而言 瑞 达利欧的故事不仅是茶余饭后的笑谈 更是我真实的经历 消失后 我妈也曾带我跑过医院求诊 医生也曾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妈 这孩子必须动手术 但对我妈而言 绝对不可能就此坦然接受 于是跑去问第二个医生 我与瑞 达利欧的遭遇如出一辙 结果是根本不用动手术 一切好得很 这个事情或许更加让我对事情倾向质疑 日后不论是工作或投资 还是看财经新闻与政治新闻 每当我听见任何答案或指示时 总不由地去想 真的是这样吗 会不会还有更好的泄放 甚至是这个命题本身会不会就有问题 明白有极限 才能无极限 当心中出现问号 我就会不断想找线索印证 而我展现出来的学习方式是杂学派 什么都学 什么都好奇 因我明白 重点不是我看见什么 而是还有什么是我没看见的 而会不会我没看见 不经意轻视的 结果却是致命的冰山 以前我也思考过这样的学习方式会不会有弱点 印象很深刻 小时候我爱吃的臭豆腐摊上面有斗大的标语写著 无所不能 一无所成 我想这位老板是想强调他豆腐炸的出神入化吧 而高中 大学练团时 有位好朋友也很常问我 为什么你一下摸吉他 一下跑去弹键盘 一下又去学股 我也很难回答 啊我就全部都想学 直到长大后才发现 我这样做也没什么错 小朋友才做选择 大人我全都要 小朋友妈妈扎抠只买一种 大人直接全部包走 在股市投资中 我也倾向什么都略懂 略懂 但当然自己的策略之所在还是会往更深的地方去探索 多知道一点事情不上身 虽然习惯做多 但我也熟知放空的方法 明白长期持有胜率较高 但也研究当中和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特性和做法 虽青睐成长股 但也了解传产股的大致面貌 虽持有标股 但也常常翻阅热门股的衰亡案例 本书第二步北梁 是比喻上战场 经常投资前的种种准备 面对多变的市场 说穿了就是学习二字 以粮食来做比喻 是希望能让大家更明了杂学和多方涉猎的重要 以及质疑单一学说的意义为何 古人种植作物有所谓的无故杂粮 而非单一作物 理由很简单 要是种植单一作物 却遇上这类作物的毁灭性天敌并宠害 植物一并 或是把收割好的粮食放在同一个股仓 大火一来全都被烧毁 那就大家一起额到前胸贴后背 极弹不该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本质上就是一种面对灾害的防呆避险做法 也是比较适合出来炸到的人该有的心态 巴菲特说过 分散投资是为了保护无知 但对于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 没什么意义 在这之中要找到巧妙的平衡 我个人是认为你不需要把资产配置到一 两百个标的上 因为你没有能耐管理 但至于要像比尔 艾克曼比尔艾克曼那样 子侯约持有十个上下的标的集足够 也是需要一番功夫 观念和知识应该都要动态灵活 随着自己的状态和能力调整 投资界有趣的现象 是你永远可以轻松地找到 能颠覆掉任何一段论述的反例 万有理论无法存在于股市之中 资产 心脏 现金流和风险耐受程度的大小 甚至单纯是个人偏好 都会求得完全不一样的罪世界 何况一个人随着年纪增长 做法都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在我得知要当罢之后的数周 数月 我对于许多既有的投资想法和金流规划 都产生了有趣的变化 准备粮食除了学习耕种技巧之外 粮仓的管理成本 种子的价格等等 也是很重要的能力 所以在这一步中 我也想分享投资成本的概念 我们买惯可乐时多付百分之十会觉得被抢 但买股票时买贵了百分之十 很多人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买贵了 只要在股市里做几个低端的错误 就足以让你喝一辈子的可乐 你就当成是默默地存了一大笔可乐基金吧 而种植粮食 再怎么厉害的技术也需要时间让作物成长 但总有些人会有今天学一点点 明天就all in进市场的错误期待 借助殷切地盼望求神 祈愿接下来都要涨 没多久一个震荡 就下到all out 这种压苗助长和感性驱动理性的劣根性 会严重干扰经验与负利的成长 而那些是完成任何事情非常重要的一环 却很常被大家低估和忽略 我常在podcast中告诉大家 先去市场旁蹲住看 股票市场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加入 并瞬间把毕生积蓄赔光的地方 不急于几天内就要拼个你死我活 先蹲住才能跳更高 但也不要观望数年 蹲大脚麻后完全跳不起来 实际进市场的磨练也很重要 黑天鹅效应 短脆弱的作者塔雷伯曾说 教育让聪明人长了点智慧 却大大增加了蠢人的危险性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可以避开无故被抓去手术 开偿破度的风险 而在投资市场中 我们也应期许自己不断长智慧 而且不要一知半解 尽心输不如无输 一起来种菜被凉拔 不当市场的韭菜 自己的收获自己顾 第五章输家的绝招 有在玩格斗游戏的人 对于所谓的连续机combo应该都很熟悉 也就是以连续组合 不间断地攻击敌人 刷出双位数的combo 让整波攻势如排山倒海般 一口气吞没对手 人性中有些弱点相遇之后 也可以combo起来 在层层叠叠 彼此推波助拦之下 最后一局重伤我们的投资技巧 甚至让我们一招毙命 这种人性弱点的起手时 就叫做一意孤行 一意孤行从来不孤单 背后往往是我们好几种天性的综合 而一意孤行的好朋友 就是抗拒改变 一样是大脑内建的bug 大脑与卵子 人类的大脑与卵子 其实有个相似之处 等精子进入卵子后 卵子就会自动启动封闭机制 好阻止其他精子进入 而人类大脑也有喜旧举心的倾向 这也无怪乎经济学家凯因斯感叹 新的思想之所以很难被接受 并不是因为新思想太过复杂 而是因为与旧思想不一致 爱因斯坦也说 唯一阻碍他学习的就是他受过的教育 迎合便车指南的作者道格拉斯 亚当斯·戴格拉斯 艾登斯也曾提出了三个时期对新科技的翻译 你出生时所见的一切都是正常且普通的 就只是世界运作该有的样子 在你15到35岁时发明的任何事物是新颖 令人兴奋且具有革命性的 你可能还因此找到一份工作 在你35岁以后才发明的事物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看来各行各夜的顶尖人士都发现 人心虽是喜新厌旧 但人类的大脑却是喜旧厌新 会倾向于封闭脑袋 抗拒心知 当我们脑中永远只有同一类知识 我们自然也就容易一意孤行 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也就是所谓当我们手中只有铁锤石 看什么都像是钉子 有一回看伊隆·马斯克·Elon Musk 接受采访时红了眼眶 我感触挺深的 也体悟到那句不要去见你的英雄 Never Meet Your Heroes的真谛 马斯克从小就有太空梦 影响他很深的集市家 运户小的太空人阿姆斯壮命 阿姆川和赛南金斯尔人等人 但长大后他想实现太空梦 让人类得以往星际文明的方向前进 并提出SpaceX等商业太空计划 阿姆斯壮等人却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公开抨击他的计划 认为这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应该要终止计划 后来当马斯克逐步证明自己的理念可行 媒体问他对于当时这些传奇人物 对他丢石头 反对他 他是什么感受 那时马斯克红柱眼眶说道 他们是我的英雄 对我来说这很不容易 也很沮丧 我 眼眶泛红希望他们来参观一下 看看我们的努力 我相信他们会改变想法 我们现在看到Falcon 还有为何Sarship接连是非成功 但阿姆斯壮和赛南也过世了 相信马斯克虽然走在成功的道路上 心中应该还是有些遗憾 不论是马斯克的SpaceX太空计划 还是让他成为全球首富的特斯拉电动车 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 那就是每当革命性想法或产品问世时 总会招致识人一波又一波的飞翼 如从马车时代过渡到汽车时 汽车被形容是丑陋怪兽 会行走的炸弹 当时守旧的人都认为马车已经够好了 汽车根本是话设天足 而这不与电动车的问世如出一辙 然而往往于时颠覆 就预计价值 但偏偏飞翼也最多 而股市投资 只问最终结果 不会问我们是否喜欢改变 因此一味抗拒变化 很容易就会损失新的获利机会 甚至是赔掉过往的投资迹效 牛顿与股票 除了抗拒改变 能坚定一亿孤行者的执念外 贪心这项人性弱点 更会让一亿孤行者 直接一路狂奔 牛顿有一个有趣的体悟 当然不是他被苹果打到的那个惊人发现 而是他的投资经验 很有趣 1720年的英国 全民都在追捧名为南海的股票 连知名科学家牛顿也不例外 他先是在该年1月以100多英镑的价格买进 而短短几个月 股价就来到300 数学能力非凡的牛顿 当然很满意这个报酬 于是带着丰厚报酬出场 等偏偏南海的股票 竟如变了新的女友 继续高飞暴涨 于是牛顿忍了几个月 终于在股价来到700时 投入比先前更多的资金入场 后来弥补这几个月末赚到的钱 而牛顿也没看错 在全国人风抢下 南海股价持续飙涨到1000英镑 但同年 1720年年底 南海股价崩盘 最终牛顿不但没有获益 他离场时的亏损金额 若换成今日的价值 相当台币1亿元以上 最后牛顿心痛地说出一句 让后人受用无穷的治理名言 我可以算出天体运行的轨道 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 虽然我觉得投资报酬 翻倍不算贪心的期待 但如果没有考虑到风险 也就是当贪心碰上一意孤行 那这类连续剂所产生的效果 就连最杰出的科学家 也会被狠狠打昏头 事实上 包含同温层效应 拜神心理 都会让我们更离不开一意孤行 因为有强大的力量牵引住我们 而抗拒改变的大脑 更会帮我们把错的事情 一一自动合理化 于是我们会视而不见眼前的小警讯 甚至对于强烈的讯号都能自圆其说 于是完美的组合计诞生 最惨烈的股市书家也就跟著诞生 而且书家真的不止有牛顿 换个名字于场合 荷兰十七世纪的玉金香之乱 台国2020年的元大元有正二之乱 TDR之乱等等 要避免一一孤行最好的方式很简单 甚至也很便宜 每当我们看见新的路 听见新的消息 特别这是与你的投资完全背道而知时 请一定要训练自己 先从对方的角度来思考 而非一笑置之或是嗤之以鼻 例如很多时候 放空机构会放出一些消息 说某家公司的股票被彻底高估 如果手中有该家公司的持股 一定要花时间读这份报告 因为就算看完 觉得这份报告根本狗屁 那反而帮忙增加投资信心 若一心要放空的机构 都找不出好的理由说服市场 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反之 若这份报告非常有说服力 那不更是价值连城 能挽救投资悲剧 而都报告了不起 几十分钟到一小时 又是一个经典的下当 准时有限来换取上当 获利无限的案例 花点时间来看看吐槽 非常值得 对于心知和相反意见 我们应该怀疑 但更应该动脑去验证 好的出自己的结论 而且绝对不要假设 提出这个观点的人 只是一想听开或智商不足 最不该的就是 根本没先去理解 对方论点就直接忽略 以老卖老的心态 抗拒改变的人性 只是廉价卖掉自救的机会 但当然你也能在市场中找到许多一一孤行 最后带来好结果的案例 假设用成败论英雄的角度来看 下面有一些真实案例都显示了一一孤行中主押对地方 也是有可能会有好结果 在大家会拿几十几百颗比特币去买比萨时 选择all in 屯比特币的少年必亡 或是决定帮三岁儿子在特斯拉还没封密全球时 all in 存血费的爸爸 这些人都展现了一意孤行的任性 那个三岁儿子几年后比整个家族还有钱十倍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案例 才会让double or nothing的观念长存大家心中 拜访拉斯维加斯明知道高几率会输光光 但还是要进去赌场赌个两把 我不打算评论这样的心态是好是坏 毕竟我还是偶尔会首扬想压个大的 比方说使用lip call 三倍做多杠杆工具 或是选择在财报日前压报 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 这样的动作变得比较像是在买彩券 应该很少人会用身家缩哈买了头吧 大概就是拿点零钱 如果说你配置得一 动用一点不微去来个信仰之愿 我个人觉得无声大雅 但要注意 穷人想赌博翻身 富豪想保本成长 如果赌性坚强 还是建议稍价压制一下 劳伯迪尼洛在电影《赌国风云casino》里说了 赌场的几率基本上都是算好的 经营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尽力把你留在场内就好 你可能可以赌中几次 但终究抗拒不了诱惑 最终那些靠运气迎来的 都会靠实力输回去 人性的弱点会组合成负面的一意孤行 就像是瑞士奶酪理论 当完美时机来临 就会重伤我们的投资绩效 甚至是人生 但我们也可以借由训练自己的反应和脑袋 取得某些正向优点和思考方式 最后串联成规力强大的能力 在时机一来 敲出安打 第二步起我们来谈谈 如何一一获得这些能力来面对不确定的市场 或许是因我家族中 有长辈不幸罹患大肠癌 也可能是我爸爸本身就具备正确的养生知识 总之 我爸爸对三餐老是在外的我 再三强调一件事 如果非得在外面吃饭 那至少多吃原型食物 原型食物的概念很简单 对比加工食品的话 马上就能清除 如虾子与虾脚 猪肉与热狗 香菇与榨香菇丸 鸡肉与鸡肉丸等 前者都是原型食物 保留了食物最初 也最应该的天然味道 我们也不难理解 如热狗 洋芋片等加工食品 可能因为添加许多人工化学香料 口味相对比较吸引人 自然也比较不健康 所以我们经常会被告诫 这类东西可别吃太多 那我们往往忽略的是 我们每日也都大量设施加工知识 加工知识指的是 许多媒体 新闻工作者 财经专家除了传递资讯之外 也是助解读这些资讯 将之包装成知识 让我们服下 而这些知识 资讯 全都是正确的吗 现在许多人都是透过Google和网络 自学投资理财 这种方法虽然便宜 快速 但会面临的关卡正是如何发掘 甚至处理部分知识有毒的强大副作用 网络改变一切 网络是这个时代的恩赐 彻底改变了学习的样貌 高中时 印象很深刻有位大五六岁的学长教我们玩滑板 他说当年自学滑板实在很不容易 打听到南部某一家滑板店有DVD可以看 就赶紧于丧无好友从苗里搭店连车南下 在找到那家滑板店 跟老板借DVD来看了之后 因为DVD是非卖品 无法买回家 只好赶快看一看 并且直接在滑板店外面练习 他们想赶快用身体记下来 因为回家就看不到了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舒舒服服坐在家中打开电脑 或是随便拿起手机上YouTube 就可以看到全球最厉害的滑板动作 而且想看几次臀跳都没问题 甚至有一次我发现 因为我很喜欢看做菜的YouTube影片 特别是那种从买鸡 杀鸡拔毛开始到最后上菜的那种 看久了以后 明明我不大会做菜 但有一回我从市场买一条鱼回来 评注直觉竟也知道怎么杀鱼 主意了 而且吃起来也有70分 这真是台下看久了 耳濡目然累积出来的学习效果 但这种网络熏陶作用 如果是学到不良示范呢 最极端的 当然就是恐怖组织在网络上 宣传号召所谓的圣战士 炸弹客 说是为了真理而战 而且死后上天堂 还有72位处女相伴 这类恐怖的洗脑法 却还是有人前不后继的加入其中 显示人类对资讯的抵抗力未必很高 而且很容易三人成虎 在网络普及前 人们学习的难题是如何取得资讯 就像为学长的男生才能习得滑板的招数 而网络发达后 我们最大的挑战 反而变成是如何在海量 甚至是廉价的资讯与知识中 过滤掉庞大杂讯 通过层层关卡 找到有益的知识 因为就算脑袋清醒 但要透过网络来学习 适合自己的投资知识也未必容易 而且还可能是趟危险之旅 例如输入关键词巴菲特投资新法 看似正常不过 但网络瞬间就会跑出数以百万计的搜寻结果 这是一对媒体 名人 财经网红 学习机构 甚至是诈骗集团 共同加工巴菲特的结果 观念上的解读我觉得无可厚非 但打著名号卖课程的 你就得想想 为什么你明明有巴菲特的访问 股东信和13F报告可以看 却要去听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来解读 3F留言与13F报告 就像是吃原型食物一样 我们应施主去写取原型知识或资讯 用这些前进来源作为自己的判断基础 举例来说 新闻媒体上经常可见巴菲特或索罗斯等人上 一记亏损多少 或是爆赚多少等等的报道 媒体也都头头是道地分析 到底这些大事哪里做对或做错 事后诸葛一番 但若花太多时间看媒体评论开嘴 那就是在浪费生命了 你应该花心力去看这些机构和大事到底做了什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 只要管理超过亿美元的投资机构 必须每级公布他们的持股变化等资讯 也就是所谓的13F报告 而13F报告 过一家上市公司的财报 上市前的公开说明书SESE 一等就是原型知识 虽然13F报告有一点延迟 因为是想一季度的调整 但我仍认为参考价值卓越 理由是 机构不像散户往往持股周期数日 数周或了不起一个月 可能一报就是好几年 甚至有时会意外地发现 若刚好遇到震荡或修正 你可以买得比这些对冲机构便宜 与其阅读媒体断章取义 哗众取宠的解读或批判 我建议不如自己下来看门道 即便一开始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但辛苦不会白费 看久了之后 大家一定会有自己的理解与判断 或者与其看各类达人解析巴菲特 倒不如花几百块买一本 出自巴菲特之手的书来阅读 这正是不持加工食品的概念 有些人付出高额学费 去学习主打股神巴菲特心法的投资课程 却没有看过一本他亲笔的书 其实是本末导致了 网路上流传一则笑话 说很多人买股票的消息来源 经常是3F Family Friends and Fools 也就是家人 朋友与傻瓜 而对于新创业的公司来说 资金来源也是这三种 我认为与其听很多小道消息 不如直接去看13F 当然不是说看13F就一定会赚钱 或是听3F就一定赔钱 比方说 如果你的朋友是郭台铭 那就恭喜你 你的3F会长值钱 其实如果细看13F报告 就会发现即便是这些投资大师 也绝对不是稳赚不赔 而这和市面上许多宣称塑效的课程 就有很大的出入 也是阅读原型资讯的第一个收获 只是大多原型资讯不易阅读 而且要投入大量时间 若没有心理准备或客观条件 可能持续不久 所以我才建议不一定要做主动投资 选择是执行 被动ETF也是很好的选择 但如果你还是喜欢主动投资 坚持要自己选股 就必须大量阅读原型知识 因为那是训练叛独立的基本功 而阅读久了 速度自然也会越来越快 大师论大局 另一项选择资讯 知识的关键 则是可以多注意这则知识或资讯 是由谁加工的 如果是由大师操刀 那很可能反而是一道功夫才 这就好像文坛前辈白仙勇 讲述初书导读或解析经典文学红楼梦 侯文勇写述剖析金平梅 或是管理学大师韩蒂 Charles Handy 以他的角度解读当代 13位管理学大师的大师 这类的加工知识 往往有一定的含金量 毕竟是大师带我们领略大师 和内行人一起看门道 而财经投资领域 我也十分推荐 大师论大局的文章 如霍华 马克思 瑞 达利欧 巴菲特等人 在每个时局变化 分享出来 股东性和文章 不仅观点犀利 视野辽阔 特别是在时局纷乱 股市崩盘时 外读这些大师的文章 真会有一种如木春风 泰山帮于前而色不变的 稳重风范 让浮动的军心 能理性地面对变局 而从最近的大师 也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这些大师都勇于更新 修正自己过去的价值观 如价值投资派的指标 人物霍华 马克思 他于2021年年 出发了万字文 重新定义所谓的 价值投资与成长投资 同时也感谢自己的儿子 为了加速买了一些比特币 而另一位大师瑞 达利欧 也在2020年年底 就陆续表示 自己乐于重新看待比特币 因为可能有些是他不知道 当这些大师都与时俱紧 我们更可以明白 投资是一辈子的学习 所以务必慎雄 我们的资讯 知识来源 而永远坚持同一种论调的人 未必是有真知灼见 很可能是根本没阅读新制而已 而要检视谁是良好的资讯加工者 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不断地回测 当然不会有人永远百分之百正确 但如果可信度太低 那就真的不如不看 因为看来也只是添乱与杂讯 反而有爱判断 当心舌尖上与网路上的骗局 吊诡的是 不论是劣质的加工知识 或加工食品 其成功之处就在于 明明是很糟的产品 却偏偏让人想一口鸡一口 甚至是上瘾 舌尖上的骗局一书 谈的就是垃圾食物与化学添加物 如何主宰当今的饮食世界 作者这样形容有 仅生长35天的肉鸡与人工香料 所做成的炸鸡滋味 我没有不喜欢这种炸鸡 等我每吞下一口 就想吃更多 就想吃多利多姿一样 唯一的高潮是咬下的第一口 最后把多利多姿或炸鸡放到口中 并没有让我绝对愉快 而是不吃它们 会让我觉得不舒服 劣质的加工知识也是如此 太多媒体擅长以耸动 骇人的标题不断吸引我们的眼球 让我们一个一个点进去 但看完之后 却又从未满足 从未得到真正的答案 于是一货仍在 求之欲仍在 我们只好又继续点下去 成了点阅率的祭品 网络时代 免费的往往最贵 因此务必慎选 深思知识与资讯来源 英文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也就是说 吃尽什么决定了我们是什么 身体健康如此 而大脑的判断力更是如此 第七章没看见的才是重点 我太太Lisa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养狗 但因为我最珍惜的资源之一 就是时间 特别在这个时代 如果不想煮饭有foodmanda 不想自己开车有uber 但不想自己遛狗就很麻烦 这类app还不发达 所以我也就一直挽救我太太 因为我觉得养狗是比养猫更大的责任 我也有一只在飞行训练时捡回来的猫 猫是可以放盆猫杀就无痛饲养 猫其实也懒得咬你 但养狗必须一天出门放风凉 三次 让它们排泄和奔跑来榨钱能量 否则它们就会骚扰你一整天 但后来Lisa只要看到狗 即便脖子上明明就有项圈 它也一直问能不能带回家 我实在很怕Lisa把别人的狗带回家 加上它也问了四年了 我一时间思虑不周就答应了 在2020年年中前往宜兰的流浪动物中途之家 任养了卷毛土狗猫口 后来确实如我害怕起预期的 每天必须花不少时间遛狗 尤其会天气很冷 但我还要花上二十多分钟等猫口 愿意高抬跪脚尿尿 然后我们一人一狗才能回家 我不禁有点感叹 当初自己为何没坚守住不养狗的防线 但奇妙的是 我原本有前眼症 后来我发现 怎么养了狗以后 前眼症竟渐渐好转 我才知道 我的前眼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我长时间压力过大 虽然我的心理素质早已可以接受压力过大 甚至喜欢承担压力和找事做 以拥抱风险后的期待收益 但生理机能上却有些我不可控的影响 例如 我的眼睛就是因为长期与压力共存 以及过度使用 变得很容易浅色 但养了后口之后 就算我很想多研究些资料 但我还是得带他去溜溜 换句话说 我的短暂休息时间 在不知不觉中多了许多 于是在无意间我的压力也跟注减少 最终让我的眼睛 甚至是其他我所不知道的生理机能 都慢慢恢复了 以往为了投资判断精准 我总可以训练自己凡是冷静 要泰山帮于浅而色不变 但副作用就是 Visa会抱怨我这个人不容易感动 不太有情绪波动 然而 当我抗拒四年的后口来了以后 我竟有时会保助爱撒娇的后口睡觉 整个人又恢复了一点人味 且这段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提倡养狗的好处 不过还是请大家都用领养代替购买 我要说的是 我原本抗拒养狗 其实是因为在我原先的角度中 没能看见和想象养狗的好 就只看见了坏 而不论是人生或投资 重点往往不是我们看见了什么 而是我们没看见的是什么 认定看准时 更要退一步看 就像由心理学家 奈斯奥瑞克 奈斯尔研究为基础的 注意力错觉实验 三位穿白色球衣的球员 与两位穿黑色球衣的球员 混杂在一起 然后请受实验的民众 计算身穿白球衣的球员 彼此传球几次 同时间 黑球衣的球员 也在传球语穿梭走动 因此受试者必须集中注意力 排除杂讯才能计算成功 有趣的是 当实验进行到一半 会有一位身穿大猩猩装扮的人 缓缓走入 他甚至走到人群中间 做出猩猩招牌的垂胸动作 十分醒目 照理说 这么醒目 甚至是突兀的大猩猩 应该人人都会看见 但偏偏受试结果 竟有一半的民众 根本不晓得刚刚有什么大猩猩出现 原因就在于 当他们认真计算 有些繁复的运球次数时 他们的注意力全被绑架了 导致连大猩猩这种庞然大悟经过 他们也完全没看见 在投资上 我们最怕的也是太专注 或认定某一个现象时 很可能根本看不见 投资上的大猩猩 投资决策的背后都是钱 在害怕没赚到钱 或惊慌失措 亏了钱的情绪波动下 很多时候真的会让我们 如同鬼遮掩 我们都知道瞎子摸象的故事 在昏头的状况下 自己往往成了那瞎子 自己蒙眼了自己 所以当我们看准某一投资标的 蒸一头热感到兴奋 只想all in时 最好再后退个几步 直到自己能看见全局 反之 当你惊慌失措 想要all out时 也最好回想一下 你当初买进的理由是什么 你是否只是让情绪掌握你了 因投资从来不住急于一时 而是中长期有没有看对 短期的波动随机性过高 你只要能抓到一条大鱼 它往往就会自己不停长大 我们回头看2019年5月 美国下令封杀华为 禁止采购华为产品 华为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占比超过10% 所以一席之间市场和报道 看坏台积电的文章进出 配合台积电 股价一路下修达14% 此外 包含台湾一海票 中国应收占比高的公司 也一起下探 当时急着卖出的人 当然也有他们的理由 台积电掉了大单 股价肯定下滑 但在兵荒马乱之际 是最容易忽略大星星的时候 掉单以及华为是当时台积电 仅次于苹果的第二大客户 都是事实 当我们应始祝退几步 冷静思考一个问题 掉大单之后 会有新的订单能补上吗 有个简单质疑后 就不难找到资讯来佐证 台积电在当时不太求客户 全球潜在客户 都是排队等住产能 抢住跟台积电下单 所以长期来说 台积电的营收影响有限 就算市场出现恐慌好了 那其实是制造了买点给你 但再换个角度说 一些电子科技厂 可能就没这么幸运 在那波禁令之后 因为丧失主要客户 而受到重大影响 看很多与看多元不同 又或是我再写这段的同时 刚好是2021年3月5日 美股正在经历一个成长 科技股大幅度重挫 热门标的如特斯拉 Square Roku 大型全职股如亚马逊 Amazon 辉达Media 苹果 以及海量的SPA 和IPO股都有相当程度的回调 明明去年科技股表现卓越 但一次的修正就让很多媒体和投资 人开始质疑 这是不是科技泡沫 包含去年的投资新兴方舟 投资ARK Investment Management 凯撒林 武德 也被许多人拿出来鞭打一顿 你觉得现在和Dart 抗泡沫像吗 还是只是市场修正 是个很好的买入机会呢 我们不妨让时间证明 我的立场一向明确 我相信科技 也相信人类 就算一些公司会迭代 但因此就要说科技股不行了 或是怀疑科技是泡沫 那就只是有一次的忽略大猩猩 若要培养退一步看事情的能力 就需要问自己平常看的够不够多 但也要特别注意 看很多欲看多元又是两回事 如果只是看了很多单一讯息来源 那比较像是在壮胆或是吓自己 因为您收到的讯号往往会有相当的一致性 要避免上述的情形 有个简单的做法 就是阅读国内外很多券商和研究机构的报告 这些都能轻易取得 也是人家花了一堆时间整理的资料 你先挑出与你投资标的有关的 再从讯息海中施筑统整出自己的结论 冲自己的浪 不是每一份报告都能有收获 有的难免会有部分错误 有的则是过度悲观或乐观 但只要从每份报告中获取其优点 补充新知 就已足够 因为日积越累 点滴都是大能力的累积 如果在大量阅读之后 你能从报告中看出小错误 或是立刻反射出 我认为有更好的解读方式 就是证明你已累积一定的判断力 向前看 预测下一步 懂得防守 退后几步看之后 接下来更要考验的是 你能不能预见下一步 因为特别是在股市投资 如果等局势一清二楚才进场 虽然风险已经大幅降低 但获利空间也已稀释不少 很可能别人吃肉 你喝汤 甚至只有洗碗的份 你想赚取超额报酬 就得承受一番寒撤股 预判并提早布局的投资 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正确 所以要不中压 B分批投入进产 C看错认输 这些风险概念的ABC都要有 但实际上怎么做也看个人功利 因每个人的投资条件都大大不同 就像每个人养狗的条件也都不同 有的人住乡下郊区 他养狗只是多一份狗粮 没什么遛狗的问题 最早在网络时代诞生时 有一票老人唱衰网络的发展 但现在网络一是日常生活的主要构成之一 手机进入4G时代 那时也有一批人觉得这是电信上的骗局 直到开启了大串流时代 包含Netflix YouTube Spotify等串流媒体大量受汇与网速提升 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模式 大家才认真看待 而到了现在 5G的推出目前还是一堆人看坏 虽然还没有出现杀手机应用 但是5G列车早就发动了 约在2018年到2019年 台股的供应链早就率先反映5G基地台的部件 不管你喜不喜欢 拉货就是铁一般的事实 包含像是同波机板 PCB PA LNA 天线 滤波器 以及相应的被动元件 纷纷因为相较于4G单位用量的提升 而有强劲的业绩 连带住第二代半导体如深画家 连画音 第三代半导体如淡画家 碳化系的代工厂业绩也跟注向前冲 但当时如果你去看看网络讨论区 多半会跟你说台股又在炒作了 而等到苹果iPhone导入了5G 虽然还是有人觉得5G没什么用 不过你觉得苹果公司是笨蛋吗 渐渐有些人开始动摇了 但这是菜进场的 可能就得追得比别人高 当然这不代表行情结束 基建的布局也环美告一段落 不过你会发现在大家都怀疑或是不相信的时候 才是可以获得巨大报酬的机会 当然也有可能5G最终不会有杀手机应用出现 就这样进入了6G 7G 但又何妨 新科技本来就不是每次都会全雷达 只要能逐步推进发展 网通类股就能持续表现 举个生活上的例子 你想追班上一个同学 当时他还不懂得打理自己 低调 木论且害羞 如果你发现它是潜力股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数年后这位同学意气风发 你才发现他无关断症 身材高挑 骨骼惊奇 失恋武奇才 且不乏追求者 知识你若才要追 就得面对几十个以上的追求者 难度自然大大提升 在一个题材还没完全发酵的时候 往往都是最好赚的 你承受了提早进场 局势不明的风险 相对的也比较能期待高额的报酬 玩进场的人确定性高了 但业绩和展望就会进入乘金论量的阶段 这时股价一般来说就比较没有爆发力 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对与错 就是每个人操作习惯的不同 有些人喜欢把资金切成20等分 去买进本梦比高的个股 或许当中有一半以上会阵亡 但只要捞到几个 就能有很漂亮的绩效 而有些人喜欢买进文件的个股 这些个股的特色是可以用PE ratio 本一笔来衡量 业绩也已经进入高原期 虽然暴力报酬的可能性小很多了 但是零股息或是享受公司的再回购 也是很不错的规划 市场怎么看才是重点 最后要分享的是 我怎么看 或是你怎么看 其实都不重要 因为真正重要的是 市场怎么看 我不建议自己去设定目标价 并坚信市场一定会照助走而毫无弹性 简单举个例子 一样是赚1PS25元 你想说业界同业一般都给个20倍本一笔 所以股价没有500元你不卖 但往往这就是陷阱 本一笔评价这种事情是可以因为大盘变化 或是整个市场对于这个产业的心态转变而有很悬殊的差距 有些公司值50倍 有些8倍 一来一往股价就是200元和1250元的差距 所以价格合不合理地交给市场决定 对于公司的美梦 也是要用市场来考验 你可以有预期 但不要过度催眠自己 还是得睁大双眼 我刚入股市的前几年 曾挑上了一家国内新药厂 那时我做了很多功课 觉得这家药厂的某款新药和后续的进程规划实在太棒了 就连专业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 NU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HM医学杂志也提到他们的产品 虽然看不太懂 还是认真看了数次 同时我也请议了国内的医生朋友 得到的答案都很正面 都很期待这款新药的上市 为此包含美、家、欧的医疗销售机制 美国的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制度 以及临床实验和解盲的相关规矩 我都摸得算是清楚 可以说是非常乐观的看待 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持续买进这家药厂的股票 等着新药被FPA批审通过 上市之后为我带尽财富 在FDA通过之后 股价确实如愿地飙升 我也认为自己看对了 就持续加码 期待上市日的到来 然而 在新药上市后 股价表现却差强人意 当时市场开始有些声音表示 这实力多实现了 开始出货了 但我心想 这不过是短线投机资金获利了结 这款好药后续业绩可期 应该继续勇敢抱住 于是上网找了一些海内外讨论区取暖 没错 当时也有外国的网友在注意这款新药 他们是买进这款新药 在欧美的经销代理商来参与 那时讨论板上 大家都说应该是欧美下大选 药厂业务没办法出门推广 业绩加速才会差强人意 于是我又继续等 几个月后股价还是不怎么样 而网民则开始一测 应该是医生跟药厂业务 还在谈用镜回扣 还在建立双方默契之类 所以股价还没表态 总之 每次上讨论区都能够信心加持打鸡血 但我也开始意会到这很像在自我催眠 后来几周股价还是持续下坛 稍有反弹又继续管煞 我就放弃了 端然清掉部位 但已由本来的大赚变成大赔 我的顺势加码策略 因为失去纪律越买越多 买到运船 以及没有谨守出场点 而转赢为亏 看不见的往往影响最大 后来我的结论是 新药是好东西没问题 但却因为价格太贵 且是墨现药 成长本来就不会快 所以销落不好 而这样的结论又真的是下跌的核心理由吗 当初墨现药可是利多呢 因为是没得选择之后必须选择 其市场小到消息进出外 加上同温层效应 大家纷纷觉得墨现病患都在等这款药 但在下跌时却摇身一变成了坏消息 但也不重要了 当时的离场现在看起来很值得 股价后来又持续下滩腰斩 当然或许未来有一年可能会汗的拔葱 但是这几年来转换标的投资也已经把那个损失给米平了 这是我学到的宝贵一课 面对投资 市场 我们可以大胆预测 但永远要保持谦卑 因为往往看不见的可能影响最大 而且 当整个市场用下跌的长期走势告诉你不看好的事实 除非你非常有把握 大家都是笨蛋 只有你看到了不为人知的大理多 不然往往就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仔细去看一下海内外的蓝筹骨 极优骨 几乎除了骨在外 不会有太长线的下跌让你减便宜 那些长期一直下跌的 只有在稀少的状况是被错杀 大多数就是这样变成时代的眼泪 第八章 赢家特质 我看书习惯走马看花 不会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 喜欢快速翻阅每个章节和段落 先大概抓到每本书到底要告诉我什么 之后再挑喜欢的部分深入阅读 这也反映在我的一个奇怪习惯 那就是我非常热衷上网查剧透 而且对惊喜无感 若一部电影看了剧透之后 觉得是老吊虫谈 那我根本不会想花时间进电影院看 也因为这个特殊的习惯 我阅读的数量很好往上拉 我不会想要细细品位 只想快点抓到重点 再从感兴趣的部分下手反复阅读 阅读是非常好的习惯 透过几百块的价钱 就能得到大师们的价值所在和毕生经验 可说是投报比极高的事情 大量阅读之后 可以把习得的观念和价值观刻进脑袋里 训练自己思考和建立判断的数据 若自己遇到类似的状况 就能够映照出更多的选项 虽然作者的家庭背景 所学经历各有不同 对市场的看法也可能迥异 但若退后几步观察 就会发现他们之中有许多类似的人格特质 大致归类后 我认为成功的大师们通常有几个重要美德 那就是乐观 耐心 承担风险 这三大优点是我最常看见他们的共同特质 也是我认为要过得快乐 以及在成长中不迷失 困惑的重要关键 乐观 但不是傻天真 我发觉著多企业家 投资大师 他们对人生和未来的看法都是正向乐观 更值得我们往下探勘的是 他们并不是出生之毒不畏虎 而是具有名之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的胆识 这两者的差异在于 对于风险程度的理解与否 出生之毒 是没看过老虎吃人 所以不怕老虎 但若是见识过老虎吃人 市场吃人不吐骨头 还能镇定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明知山有虎 却仍继续前行的乐观 才是我真正欣赏的 就如马斯克力推电动车 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创业 他是经历过网路泡沫的人 不太可能天真傻气地认为 改变世界光靠造梦和热血就能成功 在市场不看好的发展初期 马斯克仍独排中一座自认队的事情 包括近年才红起来的SpaceX 在2002年就已经启动 马斯克曾说在创新时首先要相信这件事是有可能的 然后可能性才会发生 也说过别浪费时间装模作样的高谈扩论 而是要回到地球表面解决工程问题 并实际操作 罗关并不是无脑地对自己的信心爆棚 而是具有预见未来的双眼与坚定前行的双脚 罗关的出发点是建立在充分准备 远见 约沉 动机和逐步成长 即便步伐不大也没关系 重点是持续地前进 也因此 我在阅读一家公司的财报 年报和电话会议记录等财务和业绩状况时 特别看重业绩指引 Guidance和催化即Catalyst 业绩指引就是公司内部人告诉投资人 他们未来要发展什么 一家企业过去做了什么很重要 但未来要做什么更是重要 一个人的过往可以由历史成就定义 但未来则是由动机和能力决定 而且没有上线 企业推出新服务和产品 很难一开始就取得卓越成效 有时会砸下巨额的研发费用和经历数年的亏损 但没有这些支出 就不会有将来的收获 使老板注定无法走远 成熟饱和的市场最终都会面临削价竞争 而产业的更迭则从来都不会给原地踏步的企业喘息的空间 催化机则是落实乐观展望的加速器 例如 引进新的人才 开发新技术 政策改变带来利多 新的合作机会等等 这些不同以往的变化 就有可能会催化企业往预期的方向前进 这样的增速往往也会让市场更愿意给予更高的估值评价 但乐观不是坐着等待世界往更好的方向走 而是动手实践耕耘 让自身的优势发挥 往好的方向前进 最好的乐观者会关键问题和不足 在这一面对挑战 相信只要偷袭下去 认真做 就能期待好事发生 而即便撞到满脸是灰 也不会自怨自已 而是爬起来继续向前冲 我认为乐观者才具有颠覆既定认知世界的能力 装心和突破是刻在乐观者的DNA里 耐心 要翻倍 但不要翻车 第二个赢家特质是耐心 巴菲特曾说 人生就像雪球 重要的是要找到湿的雪 和一道长长的山坡 所有的远大梦想 都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而巴菲特也开玩笑打趣地说 在滚雪球的过程中 信用卡会害我们落后很多 我们可以把信用卡置换成任何会让人脱离轨道的诱惑和短期刺激 若是过度让自己扑晒在过短的刺激反应之下 迷失场远大到就是必然的悲剧 分享一个我自己最近发生的例子 在录制某集podcast前 我觉得自己遇到了中年危机 虽然我明明才28岁 但那种茫然和脑袋一片空白 很符合中年危机的特征 我突然不知道新的一集要讲什么 这是一百多集以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坐在电脑和麦克风前想了一下 我才一回到应该是因为前阵子我太常使用 可Opahorse这款声音社群APP 那是刚好是这个旋风从西谷吹来台湾的高峰期 当时我游走许多声音房 也很常被房主或管理员认出来点上台发言 大家都很热情希望我能发表些什么 而我也从善如流 虽然都是很随意的闲聊 但我没想到花很多时间在这个APP上 竟然造成我脑力被炸钱 让我真的需要铲除内容是词穷 仔细一想 虽然是闲聊 但我仍很在意自己发表的意见是否严谨一概 不拖太前 以及主持人和其他讲者是否有回应我的看法 或是我有没有又把房间灌爆 让几千人听我说话 这样的下场却是忽略了我长期以来 没有想要讨好任何人的个性 让我能够在节目里把自己的想法论述好 讲得生动 自然地展现我自己 虽然我吐槽信仰 但奇迹巧妙地在这时产生 坐在电脑前茫然地滑住YouTube 刚好看到Social Capital的帕利哈皮提亚 CMS帕利哈皮提亚的影片 访问中帕利哈皮提亚提到 我们不该 也不必追求每年投资效益暴力的成长 期待翻倍再翻倍 他觉得15%的年复合成长率就很好 慢慢来才好 他举例说 许多社群平台在初期都搅出了 惊人的用户数量增长 但后来下滑的也很快 反而像是亚马逊这样专注于文件 长线发展的企业 虽然慢慢爬 但也比较不会昙花一现 而是持续开花绽放 太过追求短期的惊人效益 很容易让负面影响远大于收益 因短期的惊人报酬往往难以持久 而为了追求这种素效 心快 代价可能就是在随波主流中迷失自己 当我们一心追求短线获利时 就容易忘记投资的本质是买进一家公司 未来的现金流 而这不会是一天 两天的事情 也许短期幸运赚到快钱 但却离开了滚雪球最重要的长长坡道之路 脱离正轨后再费力地绕回来 最终得花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耐心这项美德无法横空出世 因为就如同它的定义 不急躁 不厌烦 若习惯将自己的脑袋曝光在一个躁进的环境中 选择追求快速的回馈和反应 那很容易就会错失长期目标 走上一条混沌的路 行动 并承担风险 第三个赢家特质是承担风险 事实上也就是执行我们上述所说的两项特质 乐观与耐性的实践 空有想法 但不敢执行 就是少了行动力 原因肯定有很多 其中主因大概就是害怕失败 不愿承担风险 或是一堆难以名状的理由 像是感觉实际味道 人生在世 失败是必然 我们天天都会失败 小智在马桶前尿我 大智周转金用光导电 我们一生随时都会面对失败 但我认为失败要趁早 多失败几次 会坚韧我们的心性 大多数的事情执行起来 才会发现和想象中有极大的差别 就好比多数应征者 几乎都只因为工作光纤亮了 直到进去才发现自己想射出 才明白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 评估基金投资时 我们会看下谱比率Sharp Ratio 或索提诺比率Sortino Ratio 两者差别在于前者在意衡量整体走势波动 后者则是聚焦于下档的波动 我个人偏好后者 用下行时的波动标准差来评估一个基金的表现 你可以用索提诺比率套用在想要买的ETF或基金上 预告者代表承受相同单位下行标准差时带来的报 注意到了吗 历史上没有垂直井喷到底的基金 业界也没有一路顺风的企业 承受风险是必然的 不然这公式要算什么 成功方式百百种 适合自己最重要 网络有个笑话 你感叹自己的爸妈当年不具备创业精神 不敢下主人生 否则你也有机会出生在隔壁家的豪宅中 但几年后你的小孩也会有一样的感叹 不过 其实投资就跟选择工作一样 没什么标准答案 重点是适合自己与否 如果我们都明白创业是高风险 并期待高报酬 而考公务员是一生稳定 失业风险低 但报酬难以持续上升 突破天化板 我们就不会 也不该指责创业的人就是贪钱重力 考公务员的人就是胸无大志 因为价值观不同 选择就不同 所以 如果不愿意承担高风险 也不代表就不能得到成功 成功的定义应该是自己给自己的 有的人觉得每日能安安稳稳陪伴家人 守护孩子长大 那就是一种人生成功 选择投资标的和工具也是这个道理 没有数有数列 只有是不适合自己 第九章 记上至一粒这条安全带 有当过兵的都知道军中大小规矩非常多 军令如山 彩B8就是乖乖听话 但我的个性就是白目 爱之仪 所以在部队里面其实过得不太开心 我又不是故意要当天兵 我单纯好奇为什么东西要从A搬到B 再从B搬回A 为什么水沟里不能有水 尿斗里不能有尿 其实我只是想知道答案而已 即便答案很烂 我还是会吞下去 不过班长和排长似乎不太喜欢回答 总说做就对了 问那么多干嘛 我在屏东大午营兽散兵训练 夏天超热 军中又强制规定必须挂文杖睡觉 紧是热到想哭 又只有两台电扇要三十个人分 挂起文杖 风完全吹不进来 热到每天晚上我们都出去炸鸡排 拿肺子粉撒全身 好比肯德基果粉 接住去饮水机装一大瓶冰水 抱住水瓶 祈求入眠前水还没暖起来 夺子询问无效后 于是我揪林兵把文杖丢到隔壁前尸楼顶 然后再去找班长装死 报告班长 文杖被干走了 为道警示我一整晚笑的淫荡 觉得自己有够聪明 但爽没两天 排长半夜寻房看到 直接把我跟林兵叫醒 带去超温热的大库房 拿助手电筒摸黑 海撩一个新的文章回来 写这一段 不是要分享新兵日记 也不是要大家反抗军令 而是想提醒大家 其实质疑是一件很必备的学习 但往往人性习惯跟着规矩走 又或者是被灌输要合群 反倒让我们忘了质疑的必要性 但当然我也学到 在部队里面这个法则不适用 合群应该是会过得比较顺利 金融规矩问问不吃亏 我退伍后的第一份政治培训机师 就非常强调至已能救命 即时训练不断提及CRM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集组资源管理 过往许多空难 其实是来自于单一驾驶的一意故行 而另一位驾驶虽然已经预期到危险 却可能因为左座的权威性而选择闭嘴 导致悲剧发生 这样的案例层出不穷 因此 现代飞行训练非常强调沟通 SOP 以及交货检查 这正是心存质疑 不盲从的实践 而把质疑力应用在投资上也很重要 毕竟货币三家不吃亏 每次下决定前都应该再好好的质疑一番 正所谓于不一处有疑 方式进矣 许多人至今不知道追踪同一个指数的ETF差别到底在哪 也不了解费用和追踪效果的重要性 明明是买一样的东西 有人就傻傻地付出更高额的成本 成年下来影响甚至 而有些人喜欢杠杆交易 却不明白只要随口问一下 券商都可以带给你利息减半的惊喜 当初我也只是私讯问一下券商客服 说现在利息这么低 可不可以降一下 几天后我的利息就从7%直接降到1.5%左右 很多规矩是设给不闻不问的人看的 而随着手腕变粗 谈判的力道也会直线上升 小时候我满不喜欢跟我爸去逛街 那时候我爸要买球鞋或买衣服给我时 总习惯跟店员砍价 问这扣 我总觉得尴尬又丢脸 但现在终于懂了 其实很多事情和规矩都是可以谈 而且也应该谈 店家甚至SOP里面就准备好 要给你一个寻价后的价格 追求答案 为投资系上安全带 举个极端例子 2020年 Robinhood交易平台上 一位20岁的美国年轻散户操作选择权交易时 误以为自己交易失策 负债73万美元于2160万台币 年轻的他觉得自己无力偿还 或许不想连累家人 或许恐惧一生一回 因此选择了自杀轻生 这位年轻人也留下一书 学类控诉著为何券商让财年仅20岁 没有收入的他 就能操作高达100万美元的金融交易杠杆 他本以为最多只是失去本金 但不知道会落入巨额负债 这件遗憾之事 反映出好几个问题 首先 当然是财务教育的不足 再来或许可以检讨 券商没有把关好金融杠杆交易的门槛 竟让风险性超高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轻而易举就让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操作 这就像是让婴儿软手枪 重担与否只是时间问题 但后者见仁见智 毕竟当初一定有钱风险预告书 只是大多数人根本没看 或是想看也看不懂 奉劝大家 期货于选择权这类衍生性金融商品 因为很少人会把保证金放好 放满 属于高杠杆操作的投资工具 十分不适合新手 这位年轻人做的是选择权交易的卖权多头 价差拨 Port Spread 也就是在同一到7日以较低的履约价买进卖权 在较高的履约价卖出卖权 是一种看多的策略 到7日会有以下几种状况 而若股价上涨 则这两口选择权都无法履约 它会赚到卖出卖权的权利金 成本为买进卖权的权利金 遇入股价在两个履约价之间 则会有控制范围内的亏损 它卖出的卖权会被执行 它则会获得对应价值股票 稀若股价低于最低履约价 则买进的卖权会起到对冲卖出卖权风险的作用 即便股价归零 也只会赔掉两口之间的价差 这位年轻人死得冤 他并没有赔这么多钱 账上的73万美元负值是因为买方要求履约 他那时也持有了价值为73万美元的股票 只要开盘充销掉就没事了 这个策略本身风险可控 也相对保守 但他根本搞不清楚规则 就把自己吓死了 而且 事实上券商早先因为这样的负值显示方式 已经在网络上遭到抨击数次了 如果他有上网爬文 甚至只是打电话去问券商一下 汉事就不会发生 而且 若真的发生这种事情 跟银行债主也永远都有的债务协商 最糟能怎样 就算赔到脱苦 破产法也会当你的朋友 看看破产艺术家 前任美国总统川普不也过得好好的 习惯性留一些空间让自己的脑袋转一转 面对标准答案也要大胆的质疑 可能就转出生机 在投资市场上更因骗子太多 所以质疑力就跟开车上高速公路 B绑安全带一样重要 例如 我们总会遇见自称从未败阵的神人 或是许久不见的朋友 大力推荐我们买入某种高报酬商品 寻称能快速致富 而且风险趋近于零 这种时候只需要微笑 并伸手指出最近的银行方向 请他赶快贷款OIN 让我们献上祝福 迎接下一任台湾首富的到来 谈完投资上如何用质疑去防守 我们也可以来谈谈如何用质疑去进攻 进入这个主题前 先谈一下牛排怎么尖才好吃 出身哥登 辣木齐 Gordon Ramsay说拿出冰箱休息一下 调味好下去煎之后静止 牛排叫附邓有鬼说盐巴先下 胡椒先后都没差 下锅后不要一直翻动 之后静止 名厨赫斯顿布鲁门索哈斯坦布鲁门索 则表示 牛排翻面后离锅那面温度降温很快 所以必须每10到15秒翻面 以维持温度 让表面酥脆 均衡加热 并且不要先放胡椒 因为会焦掉 之后静止 即便都是公认的名厨 在间牛排上也没有标准答案 三位名厨的牛排市场都火热买单 有趣的是 如果你读看一些影片 甚至会发现名厨们过去和现在的做法有些许出入 随着造诣变身 开始改变烹调方式 或是一些传奇牛排馆 像Peter Luger 直接把三位厨师都强调的静止过程取消了 我想原因是口感是很个人 主观的 你喜欢的牛排可能是某个人认为的牛肉钱 因此 如果那日你真的吃到三星主厨亲自煎的牛排 却绝得比不上夜市牛排 那也是合情合理 而现在看到的各个煎牛排排系 或许在未来某一天 也会直接都被推翻掉也不一定 同样的 诸多投资工具也是如此 不论是主动投资 被动投资 成长投资 价值投资 股票或债券 比特币或期货 都有人借以致富 但也有人输光身家 所以 重点是不要深信 学会质疑 每一种投资学术可能都不完美 也有许多可以互补之处 未来也会有新的变异产生 70%被动投资原形式执行ETF 30%主动选股开局 并且把资金拆成多份慢慢投入 用相对稳健的方式 慢慢理解自己的投资能力与喜好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口感 适量 逐一调整适合自己的配置 至于是态度 求正是行动 我在想现代人 愈来愈不习惯质疑 会不会跟资讯爆炸有关 就像要去拿完 有一堆网美会教我们在哪些景点可以每每打卡 至于要吃什么 也有一海票美食部落客会分享私放菜 但现场往往是大牌掌龙 最好会有私放菜 至于财经趋势 打开电视节目 也都是海量 海量地倒过来 即便偶尔会有珍珠 但也都被过度的杂讯给淹没了 当我们光接收资讯 就爆炸了 根本也就无力 无从质疑 护士慢慢过滤所有的内容 所以要帮助我们质疑的第一步 其实是要控制 慎选资讯的来源 要从海量的网络杂讯里 捞到珍珠容易 还是从一本好书里 遇见黄金无容易 倡导要再不一处有益的文学 大石胡适还送过我们一句话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当我们慎选资讯来源时 要更有意识地去做到求证这回事 就像有一回 我在网络论坛上 看见网友教助论站住 耳朵经济 Podcast的兴起于真无限蓝牙耳机的普及 到底有没有关系 认为没关系的人直出 市面上早就有蓝牙耳机 虽然比真无限的技术多了点机体线材 占了点空间 但差别不大 因为一样都是无限的耳机 而认为真无限好 也不断分享自己被创新科技改变生活的心得 所以乍听之下 似乎双方都有道理 因此 后来我直接买了一副苹果的AirPods Pro 依求证之下 当然自己的判断就出来了 真无限真的很好用 我本来也是半信半疑 最好的是以尝试亲自求证 特别是在资讯廉价的时代 求证更显价值非凡 往往一个行动就能敲碎一票一问 懂得质疑也许不会让我们成为受欢迎的人 但当高速公路发生严重车祸 我们一定会很庆幸 自己有绑上安全带 而这条安全带就是质疑力 质疑力就是求证 懂得求证的人就能动主 立刻行动 避开危机 最后你会发现 我们可能先不用比谁会赚 长久下来一路少赔的人就是种赚 在投资市场上银片子太多 质疑力就跟开车上高速公路 B绑安全带一样重要 第十章 学不大的东西 本书第二步谈的是学习 但投资上有一项智慧 是不论我们怎么学 都学不到的 那就是下场的经验 市面上有好几款模拟真实股票交易的软体 让新手们在进入股市前 能先熟悉投资操作 如何下单买卖等规则 有点像是我们学色获联考前的模拟考 先让学子感受一下考场气氛 熟悉考试规则 而有趣的是 据诸多网友分享 大货的经验往往都是 在模拟操盘时春风得意 人人都是新一代的少年股神 然而一旦实际操盘 真实的投资技巧就往往比不上虚影操作 有时报酬更是云泥之别 这就是纸上谈兵 论其兵法 不战 年轻将军可能胜过沙场老江 但一旦上了真实杀戮的血战场 再兵不厌诈 目睹实际的生命消失 新一代将军往往容易自乱阵脚 扛不起货真价实的战场 规矩与生死压力 或者我们风花许愈一点 初吻怎么学 不论浪漫电影在传神 同学在八卦 众人在怎么形容语言传 但初吻的各种滋味 不仅永远学不会 你可能亲得很丑 像条年鱼 但体验仍旧难以忘怀 我们无法凭空想象 并学会需要承受压力和情绪的实战经验 不过 可以学会用什么样的心态 让成本尽量降低 获得宝贵的经验值 信心曲线 岂不都是神 其实包含我在内 应该许多人出入股市投资之际 都相信自己是镰刀 别人都是韭菜 我是来大开杀戒的 进市场半年 看起本理财书之后 就会静静地说 嗯 投资其实蛮难的 十年之后又谦虚无比 年轻人 坐下来 让我娓娓道来 在没那么聪明时容易轻易且大胆出手 而学到东西后 却又可能变得畏首畏尾 因为发现了自己当初的轻狂 深怕犯错 回首自己的过往 我也真不晓得自己拿来这么多的自信 非常庆幸之前一些大胆的冒进 并没有让自己毕业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 初学者因无志而志得意满的情形 其实十分常见 美国两位心理学家大委 邓宁 David Dunning 贾斯汀 克鲁格 Justin Kruger的研究指出 初学者的信心水准往往气高无比 担心是一把利剑 管你前面什么东西 就是乱挥 乱冲一顿 而产生这样的结果原因之一 正是因初学者的能力太过有限 根本无从判断自己的能力 于是发生了认知上的大缺陷 过于乐观高估自己的能力 但随着足够的训练之后 人们就会惊觉 过去的自己竟是如此无知 于是信心就会大幅下沙 发觉自己是井笔之蛙 不过夜狼自大而已 而这时如果继续学习 自信则会随住之事量 经验逐步累积后 慢慢回升 信心与知识同时上升 这当然是好事 但就我的实战经验与观察 这其实隐藏一项风险 不过我们稍后再讨论 根据警政署统计 今年台湾机车车祸死亡事故中 占比人数最高的族群 是65岁以上的老人 其次是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 刚拿到驾照的年轻人 尝到了自由骑程的追风乐趣 却高估了自身对于驾驶技术 路况熟悉度 不同天后的适应力等等 种种惊呼最终导致了悲剧发生 18岁到24岁 不正是刚成为大学新闲人 人生初成年之际吗 这是多让人惋惜的夭折早逝 初学者亦有的膨胀 泡沫自信心与血气方刚 我们真的需要谨慎与相互提醒 而我们刚进股市时 其危险性就很像刚拿到驾照的新闲人 事实上 拿到驾照还得要考试 会先确认我们看不看的懂红绿等 知不知道道路规则 但进入股市前 却毫无检测机制 上路也没规定要带安全帽 就像当天买的股票 当天能卖吗 当天买的股票 何时会交割 这些最基础的问题 我们根本不确定股市新手是否知道 某程度来说 这是不叫尔沙位之女 再加上市场上的推波助澜 非常容易让一知半解的投资新手 大大轻忽风险 如先前市场上出现许多鼓吹各类权证广告 宣传广告直接锁定社会新鲜人 以后背包变名牌包 小绵羊机车变重机 鼓吹年轻人以小不大的投资美梦 接着连串悲剧发生 才发现那些广告是眼睛业障中 看到的都是假的 只能轻叹 不哭 不哭 眼泪是珍珠 睡住了就不痛了 梦里什么都有 我主张如果股票都做不好 就不要去玩期货 期货如果做不好 就别去碰权证 当然可能有人会大声说 谁谁谁就不懂股票 可是权证丸得跟鬼一样强 我们切莫把个例当通案 每年多少个退学学生 最后成为了祖克伯 迪尔 盖兹 戴尔和贾伯斯 衍生性金融商品 其中的杠杆和风险 都是数倍起跳 但业界广告 却用极为轻浮的方式 来膨胀年轻人的自信心 是好是坏 就严禁于此了 不禁市场永远是纸上谈兵 但新手一进市场 又太容易出事翻车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小额投入 脚尖试水温 我建议无论如何都得进市场 上战场 不要在旁边蹲到税中 因为投资欲早开始欲好 最初的最初 切记以小额开始 而我指的小额 是会根据每个人的资产 每个人的承受力不同而有所不同 最初投入时 先着投入可动用资金的5%到10% 100万就丢5万 10万就丢5000 就像你到游泳池 都会先用脚尖试看看水温 新手切记不要开看看 也就是千万不要借钱投资 例如 期货所谓的缴保证金 其实就是我们只缴一部分金额 券商就可以让我们开大车 撬动大部位玩杠杆投资 想到杠杆你会想到获利倍速 但出事归息 其实也是倍速 若感兴趣 直到明白完整风险 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之后 再寻脚尖试水温的方法 开始慢慢接触 所谓可动用的资金就是闲钱 而闲钱的意思是 这笔钱不会是我们两年后要用的出国学费 或四年后要支付的买屋头期款 因为当有结算日期的压力 会很容易让我们做错决定 或是不得不赔钱出场 因为股市长期来看 虽然是持续成长 但那一年股灾会来 永远没人知道 如果知道 这真的就发大财了 先让我打电话问印度神童 但如果是我们最急需用钱的那一年 股市黑天鹅却突然飞来 明日之后指数会回谈 但因为你必须结账出场 于是直接砍在阿呆谷 哭晕公园里 醒来已是天明 故爱节目的听众年纪稍长 约莫三十岁为大宗 但有时仍会有学生听众问我 大学生进场投资好吗 我是满认同大学生开始学习财务知识 建立财商 因为这一块过往学校教育根本没谈到 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没人能避得开 大学生就开始投资的优势在于 就算赔钱 应该也没有太多钱可以输 而且就算投资失利 也会赚回宝贵的经验值 这对人生长路来说 是正确的做法 不过 自己要有自觉 由于现金流迹差 很多人甚至还在拿家里零用钱 那就更不应该使用杠杆 不管新鲜人 大学生手中握有资金多或少 永远切记 矫尖碳水温 所以投资时 也请把资金先投入一小部分就好 如果真的是股神 早晚都会赚 不急着现在就要开加速器 而且没经过几次空头洗礼 只在多头行情进场 很多时候是猴子都会赚钱 如果是了5% 10%的资金 就让我们发现自己的投资盲点 甚至全都赔光 那其实是很幸运的事 幸运在于你用了一小部分的资金 就体验到落赛归零的风险事件 静静参与 时间就是朋友 当初我开路过iPodcast 完全没有想到广告上的赞助 更没有想到本来只是想分享记录 最后会为自己带来正向回馈 以前自己投资时 虽然花了许多时间研究标的 但人性难免偷懒 我今日看不完没关系 但电动总是要打 匪片还是要看 Netflix影集必须要追 后来为了录制节目 为了避免除了观念外 丢了太多重复的内容给听众 便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 来了解产业与股市 本来雷达指扫几个族群 为了增加多元性 索性增加防守圈 于是我的经验又累积的 比过往更广 更快速 因此最终也带动投资技巧 向上攀升 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当初开了一个Telegram讨论群组 想说可以用文字 分享一些内容给大家 最后却意外地发现 很多时候是我静静地 看群内的专家们讨论分享 也唠叨了很多优异的投资机会 整体来说 当花的时间越多 经验越多 判断力就会变得更好 幸运的是 我的投资技巧和波动耐受度 也持续进步 近市场很像我们随手开电视看球赛 一定先会看双方比分和结束 之后眼球都在你来我往的战区上 但如果把电视关上出门 除非这是什么冠军季后赛 或你是钢铁球迷 否则我们可能甚至都忘了有这场球赛 当然更无从在于比分战况 同理我们最关心股票与股价时 就是当我们自己持有股票时 花几万块 几千块成为零股小股东 关心程度与生物股票时 一定会是天壤之变 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看球赛 更是自己参赛 那当然会关心占取 因此经验值得累积成效 也就截然不同 当心知识与经验的诅咒 经验与知识虽好 但我也不得不提 所谓的知识诅咒 经验诅咒 正如上述的信心曲线 随着经验与知识的不断累积 我们的信心会逐渐回升 但当上升到一定程度时 我认为也容易发生某一种风险 就我观察 故事中最容易发生就亏损的 是菜到不行的菜 基于很资深的老鸟 这两种类型的人 虽然知识经验含金量完全不同 但大致相同的是 对自己的信心指数都十分高涨 但识度老马的问题是 当出现一条新的路 新的变化时 老马会因态有信心 而拒绝接受新变化 甚至是嘲笑变化 但我们都知道 时代巨轮总是不断前进 会带动人类前进 也会碾碎许多企业 甚至是产业 成为时代眼泪 因此他有经验的人 如曾靠马车产业致富的人 往往很难想象 也很难接受汽车成为主流 而曾经靠全球路影带 出租龙头百事达的股票 致富的资深股民 往往也料想不到 百事达会倒闭 以及Netflix 怎么可能崛起 或是投资了 传统车业一世人的操盘人 看到现在的电动车发展 实乎是巨大的泡沫等等 当我们在某个领域 太资深 太有些时 往往就会因为过头的自信心 而产生诸多问题 最终让我们一老卖老 看不见变化中的真相 而过往的成功经验 可能也会让你再下一次遇到 看似相同的情况 勇敢出手中衙 想弥补年轻时 本金不够的缺憾 结果这次和上次结果不一样 破坏纪律的中衙 让自己攒了一世人的本金 迅速减损 事实上 车祸的年龄层曲线 正与上述的信心曲线图 十分相似 都是呈微笑曲线 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年龄 除了春风少年人这一端外 缓分不于年龄光谱的另一端 也就是所谓的老驾驶 从六十七十岁开始 事故人数明显也增加很多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 这可能是因为年老力衰 导致事故增加 但有没有可能 也是因为长辈们常讲的 我走过的巧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这类心态作祟 导致上路时 少了盖有的流心 以及原本盖有的听看听 严格来说 知识与经验都只是上路时的照后镜 没有照后镜 变换车道时容易被撞击 但如果只看照后镜开车 这结局也不言可遇 善于利用经验与知识 才是真正的智慧 伴同水响叮当 或是善有者逆 善其者多这些初学者的知识诅 都是我们该见识恐惧的 被好投资判断的粮草后 接下来要迈入本书的第三步 也就是上阵 我很明白说的再多 对读者来说都是纸上谈兵 但古事永远考验人性的修炼 古事是科学与艺术 理性与心性的整体考验 希望我能再贡献一点微薄经验 好陪伴大伙经历 古事的风雨与丰收 第三步 上阵面对多变的市场 要在古事上胜出 必须有一颗既科学又艺术 即超级理性 也能懂真实人性的脑 水无形无相 倒进杯子 它就是杯 倒进茶壶 它就是茶壶 水能奔流 能缓形 能低贱 也能冲击 活得像水一样吧 朋友 李小龙 微明远播的李小龙相信无人不知 但李小龙究竟师成何人 如果看过电影一代宗师 自然知道永春全武学大师叶问正是李小龙的师父 不过 答案不止这个 李小龙的师父不止叶问一人 事实上 李小龙的师父们个个来托不小 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 因为家学员员擅长太极拳 是李小龙的启蒙师父 而在李小龙远赴美国前 他还向北派大师邵汉生学过多种拳术 到了美国 他更是大展拳脚地学习 包含与含义跆拳当大师李俊九切磋 向美国空手道大师埃德 帕克埃德抛克请义 跟美国柔术大师肯尼 拉贝尔金 罗贝尔学习 李小龙经典的双结棍 更是向菲律宾棍王丹尼 伊诺山度当 伊诺桑头习得的李小龙之 女李湘宁提到他父亲的双结棍为自学 要成为一代宗师就得有自己的学问 这点李小龙当然没让大家失望 等他融会贯通太极 永春 北家朱拳 胎拳道 空手道 柔术 双结棍等各学派后 也回赠给这个世界宝贵的武学资产 结拳道 李小龙是这么全世界结拳道的 以无法为有法 以无限为有限 应无才能够有 应不居门派 才能及其大成 无派胜有派 第三步中我将分享自己使用的兵法和心法 兵法是会根据时空背景不同而替换 心法则是我向来秉持的态度和原则 也就是以无法为有法 事实上 任何一种投资策略 投资兵法 都可能会有过时 逊于大盘的一日 例如 巴菲特的启蒙老师 价值投资派的大师班杰明 格拉罕 曾经出版过智慧型股票投资人一书 这本书里甚至写明获利共识 可以把本益笔等数据代入后 轻松悬谷 但所谓的公式经过时空变化 早已不再是最佳获利的公式 这点就连当年的格拉罕本人也承认 网民RSI指标的美国工程师 威尔德·J.W.威尔德在晚年写了《亚当理论》 这本书更是直接推翻了他自己发明的指标 有趣的是 这个指标台湾人至今仍然非常爱用 在量化高频交易的市场里 毫比跌对跌 职人不突固的杀戮场 一旦一个策略参数被他方抓到 可能就会被利用来操控你的城市 达到出货给你的目的 一些策略也有为那量 等超过一定的交易量之后 就趋于无效 也因此量化交易的策略也会持续地调整 无论看什么书 学什么技艺 最有价值的往往是心法 了解格拉罕如何看待当时财经世界的智慧 学习威尔德如何用数学算出指标 理解量化交易的一些策略 为何会有效等等 这才是我们向各种不同派别学习事 最值得带走的礼物 大师们如何因地制宜 这就像永春拳强调在宅小的环境中 打出威力强大的寸拳 但如果硬要拿永春拳去杀人 李小龙也说过 其实买把枪比较快 而熟人格斗的师傅们也常提醒弟子 看到对方拿刀 先跑就对了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哪一个投资门派的信徒 也因此在阅览各种招式和心法的过程中 带给了我偌大的快乐 我是从台股开始进入市场 自然在一开始我也对于计算筹码 包含追踪关键分点的买卖 发人进出 融资券 借券卖出 以及大户对应散户的比例变化感到高度兴趣 台湾市场的特色在于 我们有许多节奏快的数据 除了上述之外 还有每月公布营收 以及弱涨跌幅过大 会被列为交易一场注意股 证交所会要求该公司公布当月字节的数据等等 在台湾投资股票多了很多参考数据 但也因此多了很多杂讯 产生多样的门派和技法 而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但我从入市以来 仍埋头去探寻各个做法的真谛 举范多空双作 价值分析 技术分析 筹码分析 甚至是被列住一股观测所前后 可以上下其手的投机原理 和遇到公司发可转债的博弈办法等等 全部都下去摸看看 虽然有些方法 最后我个人觉得不具参考价值的准度 只是介于有跟没有之间的随机 但一路上也看过使用各种工具 可以实现文件持续获利的人 我思考这可能跟迷信有些关联 比方说 有些人就是要穿上幸运袜 大堆接力才跑得快 而有些人必须要戴上思考帽 盖上小贝贝 才能够让自己冷静下来 或许有些工具就是只是用于符合条件的人 而我也不会停止继续开发新奇的事物 因你我来到市场的初衷 不是要成为某投资教育派的忠实信徒 我们最真实 也最对得起自己与家人的投资初衷 就是为了互利与赚钱 若最后没有厉害的报酬率 也至少跟住大盘成长 并带走正确的投资观念和心得 因为这会影响我们的人生 许多人会在热血冲脑之际告诉你 它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打倒大企业才去放空 为了支持某个理念才去做多 这就是低能 在刺激市场的交易只有一个目的 赚钱 若你要对某个企业发动攻击 你该上网写文章 向政府机关检举提报民意代表 或直接到企业总部抗议示威 反之 若你想支持某个企业 你该去消费 捐献 或钱粹直接投入力 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你不会去足球场上投篮 也不会去寒冷的溜冰场 做瑜伽和皮拉提斯 对湖泊丢石头发泄 能棒球棍敲山壁 都是浪费力气的行为 分享我自己的策略和经验之前 也必须谈到适合我的策略 却未必适合你 简单来说 一中迷养百样人 适合你的风生水起 却很可能让我水土不服 每个人因为出生背景 现金流和存款高低 工作压力 家人观感 所在的时代背景 或是人生际遇不同 都会演变出 截然不同的想法和策略 财务规划从来就不是 给你一个放珠四海基准的 唯一定律 而是要量身定做 这个概念虽然简单易懂 且十分重要 却非常容易被忽略 因此在第三步中 不会详佳讨论 市场横变 但人性难变 相较于选股策略 必随时代轮动而更叠 但你我身上的人性 却几乎是数千年不变 就像致富心态作者摩根 豪瑟摩根 豪瑟所指出的 投资并非是一门硬科学 而是一大群人 对大幅影响自身福祉 对诸多事件 仅能掌握的有限资料 因此做出的不完美决定 但是这点就会让人紧张 贪婪又偏执 即便是聪明人也是如此 我认为要在股市上胜出 必须有一颗既科学又医术 既超级理性 也能懂真实人性的脑 因此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 我也会分享 我是如何驾驭自己的人性脆弱 以及我所观察到的市场人性 无派胜有派 正如李小龙所言 朋友们 我们要像水 水倒入杯子 它就是杯 倒入茶壶 就是茶壶 投资若能不断适应市场变化 永远顺逐潮流所趋 跟上新变化 就更有机会成为主流 水无形无香 能涓堤 也能冲击 先动得武 方能拥有许多 这其中当然包含 人生智慧与丰厚财富 第十一章 如何销售车子 微航刚倒闭时 不同于其他同事继续在业界 我选择先出去找工作体验看看 其间发生了一件记忆深刻的糗事 在伊隆马斯克海远非世界首富时 我就很欣赏他看见人类未来的世界 而且不断努力实践这个梦想 我也因对他的好感去应征了特斯拉培训业务的工作 虽然得到团体面试的机会 却因为在有人家熬夜打电动 直接把面试时间忘记 当天起床看日七十才惊醒 但因为来不及回家更衣 只好直接赶到面试现场 那身衣服不说还以为是去楼下买茶叶 但因此到了现场 我极力躲在所有面试者之后 企图葬住我惊世骇俗的棉裤 车恶的合拖鞋 至今我仍对这个行为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后来 我虽没有应征上 却得到了一份宝贵的收获 让我受用至今 当天前来面试的新人们做了两三排 我因穿得太随便 就躲藏在最后排 那是面试官出了一道蛮简单的考题 他问大家 你会如何把特斯拉的车子卖给我 所有的面试者都觉得 捡到很好发挥的题目 心想这不就是在考我们对特斯拉的了解吗 于是大伙一一论述车辆的优异性能 像是加速度多快 节能环保 设计新颖 有些还前脆直接把产品特色和数据全部背出来 但显然这些答案 面试官都不满意 主考官听了几个人的回答后 便打断众人 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怎么没人问我是谁 我家里有几个人 有没有小孩 我有小孩的话 我会在意加速度吗 你们连我是谁都没弄清楚 怎么卖车给我 这简单不过的道理 但一干人却都疏忽了 特别当我们觉得自己学识满满 要来分享 甚至自认是要来拯救天下苍生时 便更容易忽略每个人的状态 编号 过往的人生经历其实都大不相同 而我们怎么能觉得某一种好 会适合所有人 投资前先认清自己是谁 同理在投资上 就算巴菲特每天买什么股票 他都及时告诉我们 甚至都直接帮我们买进 这会是个好主意吗 我想未必 因为巴菲特可以承担 十亿 二十亿 百亿美元的亏损 或三年 五年 十年后才获利 然而我们能够吗 又或者相对稳定的台湾 美国大盘 是执行ETF 也许很多人喜欢 过往常年获利大约 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二左右 但这对本金如果只有五万 十万元的年轻人来说 只赚这样的报酬 对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 你要说服他们巨沙城卡 也未必有用 本金较少的人 可以多专注充实本业 先努力赚钱再来投资 才能发挥比较大的效益 所以这是该投资的 很可能是如何增加 自己的专业能力 因此投资股票的占比可以下修 可能投入小比例的资产 先赚一点股市经验值就行 当总资产不同 人生阶段不同 投资的目标 选择 买风险性等等 都会截然不同 等根据我在节目上回答大家提问的经验 发觉其实很多人都想要一种万用标准答案 也就是买什么一定会赚钱的答案 但很抱歉 真的没有这种答案 事实上就算有 我们也未必赚得到 大家可能看过电影大卖空 别同描述几位财经专家发掘刺激房贷的泡沫危机 于是他们与银行对赌 借由信用违约交换CDs来放空 当时人人看好的美国房市 于是后来当次带危机引爆后 这些专家依据获利达数十亿美元 大概说明一下CDs是什么 简单说 一般我们只能为拥有产权 所有权的不动产和动产投保 但CDs允许你去替你不拥有的东西保险 就像是替别人的房产 或是某公司债券买保险 这其实有些道德风险 也就是投保人会希望别人的房子失火 公司债券违约 如果说坏事没发生 那就得不停地缴出保费 可能会对部位造成巨额损失 即便是回到当时有电影里的主角 大空头迈克 贝瑞 迈克 薄瑞 亲自告诉我们次带要泡沫了 我们就真能跟住赚到钱吗 因为当迈克 贝瑞拿出真金白银放空次带后 他是足足经历了几年 才等到房市泡沫 期间迈克 贝瑞的账面亏损相当严重 甚至有许多他的投资客户 纷纷不堪亏损而要求退出 甚至扬言提告 套灰损失 实施造英雄 但也造出了一些亡魂 当时有许多跟他抱持一样看法的人 也是适用CDs 但因为行动过早 不堪CDs缴出保费的持续亏损而断头杀出 他们明明也看对 但时机错了 或是没办法承担更多的风险了 也只能黯然立场 我们真的认识自己能承担风险的能力吗 又或是其实我们有十足把握 而且假设有上帝视角 我们真的是对的 但因为你没办法扭迎刃性 疯狂的市场 还是被斩压过去 用对账单检视自己 要认清自己 其实有好几种方式 如果已经进场投资的话 那请期计定期检视自己的对账单 因为里面的记录 基本上像是你本人的说明书 如果有人一直以为 自己是价值投资的忠实信徒 买进时都强调自己是要长期持有 但打开对账单一看 才赫然发现自己竟是频繁进出市场 即便心中信仰成 但实际行动却未必做得到 也曾有听众问过我 他总是卖了某档股票之后 该档股票就已飞冲天 那他到底该不该认错 在高点买回 我认为这个答案也藏在对账单当中 如果他的过往经验是 每每挑的股票 长期趋势都是看对 但短期却因受不住股价震荡而卖出 那他不止应该买回 更应该修正自己的交易策略 也就是改为都相信自己 并要挺住短期震荡 坚持长期持有才能获利 但同样的 不会有适合每个人的万用本 有的人可能真的就不适合自己主动挑选股票 很容易怎么买就怎么赔 那就安分守己 乖乖买试制型ETF 做被动投资 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自己的对账单 大概一计 半年左右审是一次即可 股币太短期 如几周就成 因为那样的信息 还不足以反映个人状态 市场结果 但同理 这只是大方向建议 不会有一个适合每个人的标准时间点 而如果是新手进入市场 建议要花最小的成本来认识自己在股市中 也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以为自己心性很稳 但其实根本不堪股票亏损 即便只是小赔一 连万元都会难过的事 或者觉得自己不贪心 却一次投入大笔资金重压 这些都是新手进市场后 才可能认识得真正自己 股市可以让你认识自己 此说真是不假 初期进市场 切记在切记 应该只用小资金来认识自己 马基维利 尼科罗马克尔维利在《君王论》中写道 杀富之仇一望 多彩之恨难消 当然这句话同样不见得适用于 但你我对于钱财的看法 往往只有在经历损失后 才得以知道自己真正的态度 也才能进一步地修正与调整 只能赚现在能赚的钱 股市里其实什么状况都有 也有的人明明不适合主动选股 但瘸头一 两次来个新手好运道 赚了不少钱 但就我观察 这往往是悲剧的开始 因为长期下来 我们在市场适配时赚 还是取决于我们的真实能力值 太多案例是 短期先靠好运大赢 甚至赚到昏头 最后决定要融资借钱去投资 但如果选股策略根本大有问题 那长期市场一定会还公道 只要在市场够久 最终肯定是黯然离场 甚至输到卖房卖地 用运气迎来的 会用实力输回去 而在多头大牛市 列股轮涨的状况下 人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股神 投资市场像是赵妖镜 也像公道博 好的 坏的 优点 缺点 其实都隐藏不了 只要时间够久 结果都会反映在对账单上 所以我也认为 投资市场是很适合修身养性的地方 能长期获益的投资人 往往就是不断认清自己 并且愿意不断修正自己的人 新手买少少 才是真的买进人生 很多听众回馈给我 说我是很少说会劝人 不要买的投资节目 我回想一下 我确实常劝大家别乱买 包含去年的原大原油 挣2672升 TDR之乱 或是2021年年初有网友喜欢买鸡蛋水饺股 我其实都曾解析其中原油 也录制特级节目 封圈先手不要买 除非你是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种情况我自然没有理由挡你 我当然知道 有些超级高手靠住上面这些投资赚钱 但是切记 有人能赚到高风险 高报酬的金钱 不代表你我也能 但偏偏历令之婚 还是有不少人根本没理解自己的实力 就贸然上了梁山 市场上正如巴菲特所言 华尔街是靠不断交易来赚钱 意思正是指证券商 股票经纪人等 都是靠我们股民不断买进 卖出股票 他们好抽拥货力 这也倒向几乎市场上所有的投资声音 都是确认赶快买卖抽插股票和衍生性金融商品 赶紧搭上支付列车 买卖本身没有错 但重要的是 除了要了解自己的能耐在哪 更要熟知自己的弱点在哪 第十二章 没有梦想的股票 我不会优先持有 2021年年初 霍华 马克思发表了一篇极具价值的备忘录 Something of Value 直接翻成中文的话 就是关于价值投资的几件事 但如果按照我看完后的星德翻译 不会翻成 关于投资派别的超级大事 过往数十年 在投资阵营中 大致可区分为两大门派 成长投资与价值投资 诚如霍华 马克思在被忘录中所言 两大阵营的竞争和对立 几乎像是不同政治立场的对立 你得宣誓效忠其中一方 之后的投资策略更要依循此模式 双方都开始相信 自己的坚持才是对的 同时 开始瞧不起另一方 若以通用的定义来看 我手上的持股会让我被贴上成长投资的标签 有些人会觉得这叫忽视价值 因为我买进的标的都是无法用稳一笔 PE Ratio估值的股票 几乎都没有e-earnings 获利 这类的股票一般要用DCF现金流量 折算法或是PS Ratio股价营收比 才有办法与同业或是市场上 差不多族群的对象估值比价 原定胜天 我的小学老师曾说 地球上的石油再过多少年就会用完 倒是车子 飞机都不能动了 老师这番言论 大概来自当时的报章资讯 而我也记得那堂课之后 很多同学都很担心如果没有石油了 车子不能动怎么办 特别是我们长大后怎么办 但我那时就想 应该不会吧 一来科技一直进步 坦堪 开采的方式也会越来越进步 说不定会找到之前没能发掘的大油矿 而来 最早的人类不知道用煤炭 而用煤炭时代的人不知道石油 那我们怎么能确定石油是最后的归宿 会不会以后的能源主流 是现阶段人类根本无法想象的新能源 我不太记得小鬼石器的我是如何想象未来 但大意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深信人类一定会有更新的技术出现 像科幻片里太空船后面的白光或是UFO 皆有某种神秘力量飘浮在空中 我这种乐观天性 可能也使得我自然而然加入成长投资阵营 其实成长投资并没有确切的定义 但且看霍华 马克思如何描述其特性 成长 投资需要投资者相信那位经过验证的商业模式 新的商业模式很可能会不时遭遇挫折 因此投资者需要有坚定的信念 否则无法长期持有 比方说前面张姐提到的4G开始不见识 你可以在一些论坛找到宣称是骗局的说法 而等到杀手机应用串流媒体的诞生 你就再也听不到这样的言论 但当然 不是每个科技的发展最后都会有好结果 当初VMAX与LTA都是4G代名词 但技术标准不同 VMAX使用IEE 后面有Intel撑腰 而LTA使用3GPP 当时台湾产观学界是站在VMAX这边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Intel跳船 虽然说有些新科技最终没有开花结果 只成为一个十之五位 不上不下的过渡期而已 但以投资的角度来说 不该阴阴费时 也就是说 我们要习惯失败 科技的创新和研发就是伴随失败 您若不敢承受失败就根本成不了大事 这也难怪台湾的教育就是很难养出创新人才 看到Space和火箭暴掉就开始酸眼看待 而马斯克在访问里根本不当一回事 因为暴掉也是累积数据的一种 而真金白银进入市场也要注意 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时候 往往是最能赚取超额报酬的机会 这时候股价便宜 下当损失有限 规划部分资金买入 失败了不起归零 单看对了就发了 反之 等到媒体开始散叹是元年 爆涨杂志纷纷密切报道时 股价早已跌高 你承担了较少的风险 就得花更贵的价格买进 有些人则坚持要看到公司互利赚钱才要买 等到这些新科技经历过撞墙期 磨合期 近到成熟期时 风险已经非常低 但相对的投资报酬往往也趋于平淡 难以上升 甚至开始要面临技术成熟的毛利 供应链管理竞争等等 人类的进步过程屡屡都是这样 创新者容易背负骂名 从17世纪 罗马教廷公审坚信地东说 学者 只因伽利略等人违反教廷教义 胆敢说地球不是宇宙中心 立场地球是绕住太阳转 于是那些学者直接被火刑公开烧死 或终生监禁 一直到今日 甚至未来 只要有人提出崭新的颠覆性想法 几乎一定会先被公审 猎物 但人类也反复印证被专家判定为不可能的事物 最后却都成真 我想原因真的很简单 因为人脑是来解决问题的 所以即便此刻的技术未必能达到 但总有一日还是能突破 人并胜天不是吗 改变世界师门好生意 事实上 新科技与成长股其价值与风险 就在霍华 马克思所说的 未经验证的商业模式这几个字之中 因为即便我们很有把握人并胜天 但我们终究无法确切知道的是 哪一家企业在什么时候 完成该向人类创举 并且带来惊人获益 于是 这也成了成长股与价值股之间极大的论战点 成长股要买的就是未经验证的商业模式 因为注眼点在于未来的巨大获利 但偏偏似中派的价值投资信徒 在未经过验证前 是根本不会进场投资 因价值投资的核心在于找寻有价值 但一时间被市场低估的股票 好进行投资与套利 但当商业模式未经过认证 该企业价值如何估计 又如何知道其股价算是便宜 被低估了 因为成长股确实有一定的高风险 如果正在研发的技术 却整个被更新的科技所取代时 则价值全数一息归零 因此 尚未互利的新科技股票 是根本不会成为价值投资人的口袋名单 在筛选的第一轮早就出局了 本来青菜萝卜各有喜好 各自为政 嫌安无事也好 但诚如霍华 马克思所言 最近我常被问及 价值投资的前景 因为在过去13年 成长股的表现实明显超过了价值股 也就是说 时间是最重要的资产 但在过去不算短的13个年头中 成长派绩效其实大获全胜 如同前面提到的 我怎么想真的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市场怎么想 当市场愿意让尚未获利 先前年年亏损的亚马逊 成为全球市值前几大企业 也就是股价已涨了好几百倍 那这就是市场的结论 当今的投资主流看中的是未来的利润 以及这些企业颠覆并改变未来世界的能力 如何挑选梦想成真的企业 那投资界的圣杯 就是全卖成长股 全数卖出价值股吗 我想霍华 马克思的结论其实相当重肯 他说 我们身处的投资环境太过瞬息万变 所以如果太纠结于成长或价值 是无法帮助我们在投资中获利 想要成功 只靠铁锤并不够 我们需要的是以整个工具想 也就是说 不管哪一派 该如何找寻到在未来长期仍持续上涨的股票 这才是投资人真正该关心的 事实上许多人根本不愿意改变自己惯用的投资策略 更别说是采用与其对立的投资策略 但如果连投资大师都开始改变 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执着拘泥的 何况最难的还在后头 霍华 马克思提醒我们 要挑中猴股票的难度 显然越来越高 因为股市资本对于成长股在烧钱 Lose Money的容忍度越来越高 这会让我们更难分辨 到底谁是输家 谁是赢家 甚至在泡沫来临时 霍华 马克思也预料 就连优秀的企业也将面临巨大的跌幅修正 以至于我们也无法区分出哪些是真正优秀的企业 孤儿霍华 马克思也提醒我们 以下几点虽然还没有能轻松衡量的刻度和数字指标 却是如何评量企业价值的新关键 这些尚无法正确估值的无形资产 包括卓越技术 竞争优势 潜在的获利能力 以及人力资本价值等等 简单来说 机器 设备 厂房 土地的价值很好计算 但新技术或者贾伯斯和捷克 多细 Jack Dursey的脑袋就难以估值 但偏偏在今日 好计算的设备 厂房价值 这人人皆知 导致一点也不稀罕 在选股上起不了大作用 所以反倒预示算不出来的 才可能是决胜关键 正因为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 新科技企业更可能一席间风云变色 所以我很建议买成涨股的策略是必得分散投资 例如 看着某一家企业一定会100%胜出 跟我们投资是家企业 但只要一 两家真的出头天 真的能改变世界 那当然是后者的可能性与胜率要高出许多 特别成长股的特性是 只要买得够早 持有得够久 往往能获得超额报酬 也就是属以背计的绩效 所以假设我们手上有1000元 分别投资10家企业 每家100元 那只要有某一家获利达300% 也就是获利300元 就能承担其他九笔投资都亏损达30%的失利 而别忘了 如果买到亚马逊这类股票 又持有够久 那更是数百倍的惊人成长 我在有了孩子之后的规划 是定期买入市值型ETF作为防守部位 并以全职股作为配置主轴 大约两成的资金把自己当作VC创投在操盘 投入任何我觉得有意思的企业 所以若仿照巴菲特的名言 不愿持有10年的股票 最好连10分钟都不要持有 我的投资策略则是 不能改变世界的股票 我不会优先持有 而当然 我也不会只持有一档股票 霍华 马克思总结 在今日高度竞争的投资领域 我们应该用开放的心态来深入挖掘 理解新事物 因为今日的投资比的不再是讯息战 决胜关键很可能在于 谁能对未来事件有助卓越的判断力 我想愿意去看见明日 相信未来会有所不同的人 他们早就出发追梦了 不会站在原地盖盖叫 告诉大家这个不可能 那个是骗局 骗局和失败时必然 就像车子会除车祸 飞机会空难 线上游戏会被盗 但你就完全不用了吗 第十三章 尊重风狗浪 还记得那些年 我们一起抢的卫生纸吗 2018年2月 因知名大卖场业者为刺激业绩 经制造 散播假讯息给媒体 寻称卫生纸确定涨价 而且涨幅达30% 于是引来国人疯狂抢买 抢到各大卖场 假上根本就没有卫生纸 连网购平台也是大缺货 以称全民运动的暗示之乱 还真没人能拦得住 即便当时行政院已出来不断喊话 也宣示三月中前保证不会涨价 恳请国人不要再囤货 但根据消机会的资料 这波风抢卫生纸的诡异现象 还是延烧了十余日 甚至还上了欧美 日本的国际趣闻版面 但其实在当时除了政府喊话之外 也有很多社会贤达纷纷撰文表态 建议民众别再抢购 但没用就是没用 在那几日不少国人就像是集体失智 狂扫狂买卫生纸 这不是人类第一次集体失智 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把这种集体行为称为疯狗浪 想探讨当疯狗浪重重打在投资圈时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从日常生活中来举例 大家可能更好理解 想象一下 此刻如果又回到卫生纸之乱 我们身在大卖场里 周遭的民众正疯狂地把货架上锁剩 不多的卫生纸扛上自己的购物车 而我们这时若以大智慧与佛心来劝阻他们 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行政院的宣誓民众都置之不理了 怎会有人肯听我们小以大意呢 我想最合理的下场 应该是抢购的民众 反而会把我们当成疯狗再废 也都不理我们 因为还是先抢卫生纸比较实在 面对疯狗浪该冲浪吗 事实上 股市投资里的疯狗浪 也未曾少过 就像2021年的美国GME之乱 股价可以从约20美元左右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狂飙20多倍 最高甚至来到483美元 然后再重重衰落 而台湾的疯狗浪潮 肯定也没有输人 光在2020年 包含元大石油正二之乱 TDR之乱 大同改选之乱 抢股票增经营权等层出不穷 而每逢乱象 也必定引来一堆疯抢的股民 我不是批评趁乱而起的股民 事实上我相信一定有很厉害的高手 能从乱象中获利 最终可能就是超级高手 而能在疯狗浪中乘浪而起 开心冲浪 这应该是心脏和本金 还有投资经验值 都相当雄厚 否则要在疯狗浪中冲浪 并抱回一桶金 直白地说这对一般人就是豪赌一场 但我也更想建议 即便我们清楚认知 这就是一时的疯狗浪 但也千万别去跟势头对作 例如 明知GMA的股价 或任何一家企业股票 是被浪潮掀起 十分明显不合理 但我们就该去放空这档股票嘛 这就很像一家电影院失火了 惊慌失措的民众全冲网出口要逃生 然后我们却斩钉截铁地跟大家说 情冷静点 先不要慌 30秒后撒水系统就会启动 民众会停下逃生的脚步嘛 即便30秒后真的撒水 但我们一定会先被暴动逃命的人潮踩踏重伤 同理 即便认为GMA的股价终归会下落 就去放空该档股票的话 下场也可能先被众人给抬出场 因为放空也有成本 当股价不断狂涨 就是我们不断在亏本惨赔 如GMA狂涨20多倍 也就是假如我们很有元件 投入10万元放空 那就有可能被打空赔到100多万元 甚至200多万元 而且就算我们心性坚定 坚持放空 但只要资本不够 付不起保证金 军商一样把我们断头卖出 而且 事实上我们真的无从得知 风狗浪何时消退 所以执意放空 说实话真的也无异于是上赌场 我只能祝福大家赌运亨通 而无法祝福投资顺利 而且就我观察 会跟风狗浪认真判命的 往往不是菜刀不行的新手 就是投资老手 也就是信心极限的两端 后者因为看太多了 会觉得机会难得 必须加入 在GMA事件中许多后来被打空的空房 应该都是相对专业的股民 在那之前 也有操作WTI西德州原油期货的交易人在去年惨配 网上哀红遍野 独立思考不代表贸然形势 2020年4月因疫情的关系 WTI期货价格曾重重崩跌 经剩下不到一美元 是以零点多来计算 于是这是不少投资人看到的是机会来了 心想总不可能比零元还低吧 于是 在WTI重挫的风狗浪中 大胆入市 后来期货WTI真的跌倒负数 于是在论坛上出现了这篇文章 小弟晚上剪了0.025美元 5月WTI原油期货失口 不料跌倒负数 结算价是负37.63美元 目前已结算了 全数本金赔掉还不够 有大大知道后续该怎么处理吗 他怎么处理我不知道 但可以知道的是 若按照上述的描述 这项投资应该惨赔数百万 而一切变化只发生在两小时之内 期货并负值是个有听过 但没看过的传说 不同于股票了不起就归零破产 期货是未来交易的契约 在极端的状况下 比方说 像疫情导致储油空间全满 买方愿意付钱给你 让你把油给运走 但真的发生事 还是另包含我在内的投资者赞叹不已 市场上操作原油期货的玩家很多 雪多是油商做避嫌 他们或许有能力可以走到食物交割 但炒家们可不是 必须要平仓掉承受价差的亏损 这件事情也有部分瑕疵 比方说 雪商当时没有为了复制交易而设计 导致很多人当机关厕所 再来是期货是保证金交易 理论上保证金不够了 就要自动帮你停损 但是这设计也失灵 要厘清这之中的责任并不单纯 在这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看到风狗浪 想要承傲而起 当个乱世萧雄 那最好能在详家查验 看看自己是不是忽略了什么事 并且相信莫非定律 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也就是任何可能会出错的事情 都会出错 身在市场最怕的就是 轻易就有众人接罪我独行的字符 当然我们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这不代表要贸然行事 有和市场不同的结论当然很好 因为这就是找寻被低估价值必备的条件 但千万别忘了 使用不当也是一把双面刃 菜鸡先关浪 收获更超值 所以我给股市菜鸡的建议是 登风狗浪来袭之际 除非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否则别去冲浪 也别去跟浪头对坐 事实上 浩浩的关浪往往都能有所收获 就以上述WTI期货变成附属为例 这其实是原油期货史上第一次出现附属 也震惊了投资界 而菜鸡若能在投资上 先至身世外 不涉入金钱投资 就能平心静气 认真观察这一局的来龙去脉 甚至在弄清一切原油后 练习判断这件大事 对将来的投资界会造成什么影响 那就不枉这一次的观浪之旅了 DME事件虽然也很疯狂 但目睹极高的选择全权力进变化 以及造势商 空方机构被砸到血本无归 多方散户之间 极家欢乐极家愁的心情变化 也都是珍贵的经验 这也是当别人用血汗写日记 我们吃瓜看戏写笔记 也有人问过我 如何能劝醒一心之意 要往疯狗浪冲的人 我自己的经验是 有些人怎么劝都不会醒 这大概就是疯狗浪的厉害之处 而我也不愿意去当劝人的那位 万一对方就是万中选一的神人 那我不就阻碍了神的产生 再来就算你知道这个人心性不定 注定赔钱 但因为他想买进的时候 确实是相对低价 他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对你产生怨对 即便你深知他如果真的进产 不会甘于有赚就好 一定会愈下愈大 最后脱苦离场 战胜投资风狗浪 关键在于先前的财商教育 是否累积足够 心中是否有卓越的判断和规划 以及最重要的 运气好坏 否则等洪水泛滥 这才仓皇驻地 可能真的完了 只能随便看造化了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紧记一条手才原则 才经风狗浪静而言之 除非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我祝福你 第十四章当大师遇到大爹 电影大师吴宇森 很喜欢呈现一种暴力美学 他会让男主角如周润发 明明是在跟黑帮进行激烈枪战 却不得不手抱一个小婴儿 然后不是轻唱摇篮曲 就是让幼儿戴起安眠耳机 当耳机里传来一片安详天籁 观众的耳朵也沉浸其中时 眼睛却看到最为冲突的黑白捕火与血腥死亡 这种对比 除了在吴宇森的电影中看得见 在古事大崩盘 大逃杀之际 其实也经常可见 古事崩跌 古民往往一片哀鸿遍野 但在这时也总有几位投资大师 会佛心发出他们的投资对网络 而往往认真读完之后 会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似乎股市崩盘 也不过就一盘小蛋糕的事 我且已最近一回的股市大崩盘 也就是2020年春天的新冠疫情 对全球股市造成的危机为例 在美国股市有所谓的熔断机制 也就是只要当日的标普500指数下 杀达7% 股市就会暂停交易 以免过多恐慌情绪伤害市场 在2020年之前 美股只有一次的熔断记录 而且是早在1997年 距今二十几年 但就在2020年3月 美股竟一共发生四次熔断 灾情惨重 不仅人心惶惶 经历过的人应该都余悸有存 仿佛电影惊悚片的情节 在市场中 答案从来不止一种 然而 几位投资大师在当时仍进退有据 稳稳行事 并不另分享看法 如像书资本的创办人护华 马克思在熔断后就表示 他无法判断这是否就是股市最低点 但股价已经够便宜了 是可以买一些 但也要留一些资金在进场 假设明天更便宜 你会庆幸你还有钱可以买 三位大师那阵子之后的动作分别是 达里欧买进中国股市 霍华 马克思敲进美股 而巴菲特轻仓了航空股 并且握住大量现金等助当救星 像2008年金融海啸时那样 出手澳元需要纾困的企业 换到很棒的特别股条件 大师们回应市场的方式让我们学到的是 原来答案从来不止一种 美国中国股市灾情后反弹都不错 其中美股的表现更是逆转奇迹 强势攻击新高价 巴菲特虽然被连准会和美国政府抢生意 没办法放款赚大钱比较可惜 卖出航空股也被一些人笑称 砍在阿代股 但我个人认为这些人的做法就是在反映 他们的个性以及贯彻想法 没有对错 极为大师的策略兵法看似的 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大举卖出股票 为什么大师能够这么沉得住气 而多数股民都无法执行 巴菲特所说的当别人恐惧时 我们贪婪 甚至是在市场崩潘时 恐惧亏损而杀低卖出 看清大跌的根本 原因当然很多 先来谈谈在新冠疫情时 大师们仍持有甚至买进股票的原因 回顾几位大师当时的言论 可以发觉他们都很清楚这场危机的本质 他们都曾一针见血指出 这不是某企业或银行所引爆的炸弹 也不是经济发展陷入衰退期 而比较像是一个短期危机 只要疫苗能如期开发出来 就不会是一个长期问题 清楚危机的本质 正是大师们敢危机入市的最大本钱 他们的亏损数字 在当时一定是超级天文数字 远超乎你我所能承担 但对大师们来说 那就是股市的一环 股市的正常现象 所以 大师们不仅看淡账面数字的惨况 也远见到之后回稳的局面 也就是说 他们不拘泥于现在的危机 看重的是未来的丰收 若我们再细看大师们不会买什么股票 就能更全面了解他们的心法 2008年的金融海啸 美国股市虽没有熔断 但股价从13000点崩跌到7000多点 而且是持续一年多的下沙折磨 而在该年年底 巴菲特发表了一篇文章 By American AM 文中强调他会持续买什么 以及不买什么 巴菲特是这样写的 当别人恐惧时 要贪婪 现在恐慌已蔓延 包含投资界老手也被恐惧所笼罩 当然 投资人对于高度杠杆或竞争力薄弱的公司 确实该感到恐惧 但对于诸多体制良好的企业 若恐惧则是荒唐的 大师们在面临股市崩盘时 往往是见数又见零 他们会先分析危机的真实样貌 影响程度 好把慌乱的危机清楚理清 然后当决定要趁便移入手股票时 也不会因为股市大特价或是太便宜就乱买 他们会避开跟危机最为相关的产业 并且买入被危机错善的优质企业股票 所以每一次的股市崩盘 对大师来说都是财富的跳板 当然不变的前提是 要持有的够久 够有耐心 并乐观一对 散户抱不住 回过头来 明明这么简单的策略 别人恐惧时 我们贪婪 为何散户经常做不到 很容易在股市下修时 因恐惧卖股 我想大概有以下几个缘由 第一个很可能是股票买太多 或者说还不够认识自己的承受力 花多少钱买股算是买太多 这完全因人而异 像我就是不喜欢持有现金 所以把钱几乎都投入股市 但这是我自己的天性 于从市场中得到的经验支撑 我做这样的投资动作 绝不代表每个人都适合 股市菜鸡在没遭遇过大崩盘洗礼 甚至连小幅下修都没遇过钱 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承担极限 人性其实是这样的 当我们的虚拟交易 或是听别人股票亏了30% 40% 我们很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 完全不痛不痒 一旦是自己 亏损10% 20% 很可能就已经彻夜难眠 感觉天崩的脸 并呼吸急促 头晕目眩 逼得我们不得不卖股 求一个解脱 但偏偏一卖出 经常就是股市反弹点 这就是菜鸡杯歌 所以我们一定要训练自己 养成不同的思维 虽然心理的承受极限 因人而异 也往往得遇过才知道 但有一个还算通则的建议是 不论多少投资部位 会承担多少风险 重点是自己要能睡得住 睡得好 如果能安稳睡好觉 这大概就是你能承担的心理范围 Buy and Sleep 买进并睡觉就是我主张的衡量办法 如果你睡不住 就是做错了 当股市正在进行修正时 建议别再采用杠杆操作 不管是摊平 加码都一样 如果已经杠杆下去 有借钱投资的人 也建议你立刻去杠杆 因为股市的崩跌时间 崩跌程度 就算几位大师也坦诚 他们无法预料 而杠杆本就有风险 太平盛世使用无伤大雅 如果在危机中入市或是波动中使用 这就有点像是拍电影了 成功当然就是英雄 主角但往往没被拍成电影的 被危机抬出场的人 比你想象的多很多 老样子 我当然知道 每种方法都有人赚钱 只是这种方式 真心不建议股市赛季 因为若把人生想象成一个无限赛局 这样的做法是让你的人生变成一局定胜负 而且是胜率很低 很低的那种 讲完散户抱不住股票的心理因素后 接住要讲理性面 理性面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怎么样的股票 我们最抱不住的股票 尝试根本没做功课就买 时光听谁谁谁赚了很多就跟单买的股票 这种买法 多投货持平也就算了 但一遇到重错 根本不知道该不可 无从判断 最后也就容易认赔杀出 不做功课的投资 太容易六神无助 所以真的不想做功课的人 就请买定情 买入市值型ETF 而定期定额买市值型ETF的人 也千万记得当股市崩盘时 请持续进场买 就当这14周年庆特价买入 你总不会平常一直有买 但打折时特别不买吧 如果真的因为崩盘而停损 那这就不是买市值型ETF的初衷 也必然会影响迹象 第三种抱不住 是买了太多较高风险 高波动的股票 每封股在来临 大型全职股其实相对安全 而重伤的往往都是先前狂胀 估值膨胀的小个股 所以要是买太多这类风险 波动性之高的股票 在股灾时也无法睡得安稳 买高风险股票不是不可行 这是配置的 我们要清楚的是 自己是否能承受高风险 高报酬 还是根本忘了高报酬 往往伴随高风险 崩盘市面照耀镜 先检视自己的投资策略 是否哪里出问题 以及是否知道自己的承受力 是否买太多高风险个股 太想拼短期报酬 而忘了风险控管 买股票是否有研究基本面 还是随便听听就随便买买 甚至挑股的耐心 还不如研究买那一款电脑和手摇杯 疾风之镜草 大师们也绝不是第一次遇见大风大浪 竟能老神在在地当成财富跳板 大师们也都是不断从错误中修正 努力让自己更进步 2001年的网络泡沫 2008年的金融海啸 2011年的欧洲债务问题 2015年的人民币危机 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 2020年的新冠疫情 每一次的回调事件都说明了 下一回的股市崩盘 其实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崩盘原因 袭击规模 影响范围 历史多久 全都无人能知效 我很推荐大家去看彼得 林区的演说 他在多长演讲里都有聊到1987年时 他觉得市场很健康 于是就去打高尔夫球度假 但出游的第一天 股市就遇到起跌 等他飞到爱尔兰后 股市持续惨跌 直到周五晚上 他跟老婆说 如果周一继续下跌 我们可能就得回家 周一时股市果然惨崩 他管理的基金 从120亿美元缩水到80亿美元 他在演讲里不敢幽默地表示 照着速度 周末他就没有基金可以管理了 但他也知道根本不能做什么 当天还是先继续打高尔夫球 但想想投资人如果打去公司 得知操盘者在打高尔夫球 应该会不太高兴 这些人不会管你可不可以做什么 所以还是乖乖回去了 彼得 邻居有很多有趣的分享 但他的核心观念就是 永远不要被市场吓炮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崩盘 但我们可以训练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配置 确保自己永远会留在场上 并且学习这些大事面对大跌势 他们如何稳如泰山 拥有这座山 才是真正的财富 第十五章 正妹 红酒与股票 还记得高中和国中面书是 班上的帅哥或正妹吗 你猜大学已激出社会之后 他们会越来越难追 还是越来越好追 高中的时候 我们的竞争者大概就是同一个班上 或者同一个年级的学生 而且这是大家忙着学测考试 加上班上的帅哥 正妹也还不太会打扮自己 所以竞争者较少 颜值也还未到达高峰 甚至根本不清楚自己的颜值有多少 因此追求的困难度相对较低 也容易换来纯纯的爱 到了大学 因为交友圈扩张 以及开始会骑摩托车出游等等 竞争者跟住变多 加上这些潜力股也开始有时间打扮 把炸出来的鼻毛修掉 注意肤矿和气味 开始有好看的发型以及厉害的穿着 于是会吸引更多追求者的目光 只是要追求他们 一台摩托车可能是最低门槛 新阴晴也只是基本动作 出社会后对手暴增 甚至还有经济实力远胜我们的资本家 而这时潜力股已经转为成长股 并为形象经营 甚至自拍技巧等估值条件都来到高峰 所以一定追求者重 而且这时的追求者可能都是开注超跑温新接送 所以如果这时你还只有一台摩托车 这些已有诸多选择 见过世面的帅哥正妹 就真的不好追了 当然真爱还是无价了 豪门婚变更是实有所闻 之所以举以上这个例子 只是因为买股票跟追求班上的潜力股 有其相似之处 最贵的股票 最正的女神 很多人常常在想应该要买台积电 苹果 亚马逊等大型全职股 毕竟相对比较稳健 但最后都买不下手的原因却常常是 怎么这么贵啊 半年 几个月前 还不是这个价格业 但这就跟追求正妹一样 它的美好只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 于是当需求大过功绩 女神就会变得难追 而好的股票越来越贵 越来越难以买下手 几乎所有的全职股 蓝筹股 在任何买进的当下 你都会觉得它很贵 这就是市场的道理 天花板是拿来撞破的 就像图一与图二的台积电 与苹果的股价走失图 当然短期会有震荡 但长期来看都是明显的上升趋势 所以真的都是越买越贵 也才让人陷入挣扎 要不要等价格下来一些再买 那到底要不要买 先来看一部经典电影吧 电影《阿甘正传》横扫 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最佳男主角 最佳导演等大奖 原本就很值得一看 而其中有一个桥段是 阿甘与友人丹中卫 投资了一间水果公司 结果几年后 阿甘再也不用为钱担心 因为这家水果公司 正是苹果公司 我对比资料换算 阿甘买苹果股票的时间点 应该是落在1976年左右 那时苹果尚未上市 贾伯斯等人正向外界寻求资金 假设阿甘就是在那时买到 而后1980年 苹果股票风光上市 那一日阿甘投资的资金 就已飙涨了530倍 不过 这部电影与人生有趣的地方 才正要开始 阿甘正传的上映日期 是1994年7月6日 假设有人看了阿甘正传 跟住买进苹果股票的话 现在应该也不用为钱担心了 因为换算下来 1994年7月到现在 评估股价也大约涨了140倍 当年若是投资10万元 现在就是1400万元 若投资20万元 现在就是2800万元 当时可能很多人有跟进买入的念头 但又心想电影都拍出来了 早就没有空间了 于是放弃 几年后的今天只能跟孙子说 如果爷爷当时 阿甘正传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发财电影 当然说这个故事不是要大家现在去买苹果 10年后数前 也不是要忽略这个案例的特殊性和几率问题 只是想举例说明一家企业若是长期既有 持续创新 那其长期股价真的就是愈买愈贵 所以贵不贵 只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切入 若你对未来的发展深具信心 那现在的价格或许就是便宜 真正的问题是 就像现实生活中女神正妹也可能走中 岁月也可能是把杀猪刀 所以即便是苹果公司 也有几率变成烂苹果 因此 就算是投资相对稳定的大型权质股 不变的真理仍是 分散投资 除非你自识功力高强 像是潘兴广场基金Porshin Square的比尔 艾克曼 比尔艾克曼 也就是那位在新冠疫情做出号称 近年最华丽操盘 买进公司债CDs操作的操盘人 就主张好股票不用多 但若你还没有把握自己的选股功夫 分散就是房呆的最佳策略 不要把所有资金重压在某家企业 即便当前在优秀都一样 因为我们都可能会挑错 就像婚姻这么至关重要的人生大事 离婚率还是居高不下 根据内政部统计 2019年台湾有13多万对新人结婚 但也有5万多对夫妻离婚 换算每一对结婚的同时 却也约有0.4对夫妻离婚 如果连人生大事我们都会选错 你我真的能保证不会看错企业吗 而协调企业绝对比结婚占便宜 结婚三星二亿会有重婚罪 但挑选股票真的需要分散风险 花心一点才是上策 当然也不要一次就把资金都花完 而要分批进场 以避免买后不久 就遇到股市大崩盘 就如2000年网络泡沫 当时纳斯达克指数从近5000点 惨跌到1000多点 虽然最终指数还是涨回超过5000点 但那却花了15年之久 所以如果资金一次到位 而全都买在高点 那很可能就是我们投资股市的终点 最贵红酒的无形价值 当然不买大型机优权之股 除了价钱总是节节高升之外 也有的投资人会觉得 真的没有这个价值 这可能是正确的判断 但我还是必须强调 价值与价钱是由市场共同决定的 不是任何一个专家说了算 我且分享一个红酒的故事吧 因我太太Lisa是欧洲人 岳母定居于意大利 所以一年里我会有好几个月都在欧洲 有一回 我跟住家人造访一位拥有 红酒酒庄的亲友家 那真的是蛮奢华的所在 庄园里不但有赛马 也有品酒会 并且邀请许多社会名流参与 让我大开眼界 而后来酒庄主人告诉我们 一个惊人的小秘密 不晓得是否是几杯红酒下毒后 兴之所致 酒庄主人竟笑助告诉我们 他不会喝超过15欧元的红酒 即便他自家的顶级红酒 也都只是数百欧元起跳 原因是 连这位品酒专家也认为 其实只要是该酒庄附近 所种植的葡萄与酿造的 红酒品质都差不多 当然最贵的红酒口感一定很好 但这差距也绝不会是 15欧元和数百欧元之源 而酒庄主人当然也知道 最贵的红酒不见得是拿来喝的 否则他干嘛办赛马 最贵的红酒往往代表 一定的经济实力 有点像是名牌包或超跑 是拿来代表身份地位 甚至是营造浪漫或满足虚荣 炫富之用 而这也是最贵红酒的无形价值 看价值 而不是价钱 我们对同一件事物的价值 对股票的价值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见解 最内行的酒庄主人 最内行的科技业者 他们对红酒 对产品的价值评估 与市场对红酒 对晶片的价值评估 很可能截然不同 有时太过了解 太懂成本 反而会专注于价钱的合理性 而忽略了事物本身所能创造的新价值 就像庄子曾说 同样是防冻商的药方 有人是拿去卖给冬天在河边帮人洗衣的人 只能赚一点微薄之力 但也有人是以重金买下该药方 拿去献给正根邻国交战的月王 让将士使用这款药方 在严寒领冬之际 能靠水战齐袭 彻底打败连国 这位商人当然最后也因此被分封重赏 从正妹到女神 追求者只会越来越多 同理不断成长创新的企业 其股价贵不贵已经不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该用什么心态 什么策略去赢取多家好的企业股票 结婚 再婚 会有重婚罪 请把三薪二益 朝三暮四 贪得无厌的人性特质 发挥在选择优秀的全职股上 如此用对地方 我们的婚姻与财富 才有可能幸福而美满 第十六章 AI思考树 关于人工智慧的兴起 引起最多讨论的 就是人类会不会终有一日 反而被我们所创造的人工智慧 给灭绝或奴役 就像电影《骇客任务》 《魔鬼终结者》里的悲惨世界 关于AI的发展 我对马斯克的说法印象深刻 他说 人工智慧即便不是心怀邪念 也很有可能会摧毁人类 他也举例说 我们人类并不讨厌蚂蚁 有时甚至刻意不去踩到蚂蚁 愿意小小改变步伐 但当人类要兴建高速公路或某建筑物时 即便那里有几座以丘 我们却会毫无犹豫 甚至是根本没有想到救毁了所有蚂蚁窝 马斯克认为 这很可能就是人类与人工智慧的关系 人工智慧也许没有想要刻意伤害我们 但很可能为了某一目标 于是就像人类摧毁蚂蚁窝一样 人工智慧可以毫不带感情 就跟人类说拜拜 把人类当成根本无所谓的牺牲 虽然我对人工智慧的前景也很感兴趣 但这篇文章要谈的是当我们在投资时 其实可以学习AI是如何思考 特别AI的强项就是不带情感做事 但股市的情绪总是过于激荡 乐观时过于冒进 悲观时过于恐惧 所以容易有情绪崩溃 至高杀低致命反应的人 不妨参考看看 投资谈钱 不谈情 我还是先强调 现实生活中 我们因各种情感而丰富 能拥有与享受情感当然很好 但过于多愁善感的人 如果要进场投资 最好就要学会控制情绪 因为现实生活中谈钱也许伤感情 但在股市投资中谈情却容易上半钱 以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例 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川普 当然这和美国的主流民意或许有出入 我也不在美国生活 这样的喜好是因为它为市场带来了很多机会 但即便我期盼它能连任 在投资规划上 我还是早就预备好两套剧本 一套是川普胜选 另一套则是拜登执政 有趣的是 美国大选前 我在脸书上转载拜登的推特讯息时 不少网友都很作恶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个人偏爱川普 而我怎么会关心拜登的讯息 显而易见 我们很容易因为喜欢某人 而完全忽略了他可能失败的几率 然而 就像电脑计算 或者职业赌图算排赌21点 都很清楚一切结果都有可能 所以必须先凭心静气设想各种可能 才不会临时手足无措 因此大选前 我早已经规划好 如果拜登选上 接下来我的操盘策略为何 而一些不理性的网友 却只是大力畅栓 如果拜登选上 民主党执政 股市一定完蛋 因为民主党肯定会让企业加税加到死 事实上 这和我们讨厌一个人一样 很容易以偏概全 以人肺炎 我自己就曾以民主党执政 美股会不好这个论点 去回测 美国股市在共和党或民主党执政时 表现就比较不好吗 而统计数字明显告诉我 这是错误的结论 我们如果因为某一政党执政美国 就拒绝投资 那就只是浪费时间的复利 因为美国股市大体而言 都是成长的 当然每个人都会有政党好物 但如果让这些好物 滋生出假讯息 绑架我们的大脑 我们的判断也就容易失准 而政党偏好只是其中一种情感 务必协助收起情感 看投资世界 才能过滤杂讯 看见真正的讯号 另一种我觉得在股市上最可怕的情绪 名叫焦虑炸裂 焦虑炸裂就是股票崩盘时 股民情绪上承受不住 开始怨天尤人 就连看其小爸妈都不顺眼 即便曾经膜拜的投资大师 都成了出气包 如尔2020年最火红的 ArcInvest创办人凯撒林 伍德 他推出的ETF屡屡创下超高收益 让一堆股民疯抢 甚至尊称 昵称他为钱妈 但每次只要遇到修正 还是会让一堆人吓得卖掉 然后大骂凯撒林 伍德根本是垃圾 骗子 但明明凯撒林 伍德就曾公开说明 即便他短期操盘犀利 但他追求的仍是3到5年后的价值收益 股民难以吸数字来论定成败 这实在是羞才遇到兵 太过情绪泛滥了 以AI思考崩盘时的大数据 如果我们改用AI的方式思考 收起情感 不让焦虑绑架我们 如电脑用大数据判断情势 皆由不断累积的参数修正 提升自己 那我们的智慧会看见什么 我们真会发现 大盘有涨有跌 这本就是股市正常现象 我们会为了今日的太阳下山而发怒 甚至恐惧焦虑到处骂人吗 图4是标普500与BIX Index 俗称恐慌指数的图表 BIX指数是根据波动率计算 计算方法颇复杂 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投资人对于未来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 如行情剧烈震荡或大幅下跌时 往往会推高选择权的价格 而选择权的价格 隐含了对于市场波动的估计 如果直接说结论就是 每当恐慌指数弹跳距高时 就是不错的进场买点 因为即便短期被讨牢 但长期回头来看 都是加码良机 因此 当散户情绪炸裂时 对资深投资人来说 却是准备赚钱的好时机 今年2021年 巴菲特在每年给股东的信中 他一样重申不要与美国对赌 而这早已是他的超长期策略 如果愿意相信巴菲特 也愿意拥抱过往的大数据 而不被恐慌的情绪击溃 那我们的智慧真的会看见 长期持有才是关键 恐慌卖出是最不需要的情绪 其实爱人工智慧 应该更早就得出股市 没有新鲜市这个结论 股市总有黑天鹅 人性总会恐慌卖出 股价总会崩盘下杀 但人类真的是应力蛮强的 不久后就会适应 也会找到新方法摆平危机 然后股市也会变得更强 但人类之后又会变得过度乐观 不久后再来一只黑天鹅 如此周而复始 直到真正的地球末日如真的被击 金人统治或是陨石大灭绝之类 每一次的崩盘 都应该重新检视自己的投资策略 看看自己先前是否被乐观冲昏头 然后进行修正 这才是赢家的智慧 投资上 请不要害怕犯错 因为我们都是从错误中学习 就连人工智慧也是 人工智慧正是不断输入参数 不断从辨别错误中 精进自己的判读能力 但也许是我们的考试机制不容许犯错 否则就要扣分 于是很多股民也追求完人精神 好向自己翻一点过错 在股市里赔钱 就会对不起整个家族 所以当报酬损意识负值时 也会不断苛责自己 但其实真的不必如此 那就是学习的过程 把苛责 焦虑的情绪 转而去研究自己的交易策略 哪里出错 哪里可以更精进 可以如何更镇定 这才是风险给我们的最好报酬 最后来分享一下 如果是数字思维 我们会如何挑股 是该挑英雄 还是挑选实施 更具体的说 是要挑中一家正要窜红 并可以赢在未来的企业比较难 还是盼到某一产业前景 是否大有可为比较难 若一汽车产业为例 就是看见电动车趋势崛起比较难 还是要精准判断到底是特斯拉 苹果 或是要积极跟上电动车趋势的传统车厂会胜出比较难 大局势肯定是相对容易看见的 就像我们知道网络社群已经成为主流 但我们看不见的是 脸书之后还有推特 甚至还有clubhouse等等 乱世之中 总是群雄辈出 所以这也就是ETF的好处 同一个产业 同一个族群的企业 都有ETF可以帮我们一网打进 当然如果想做主动选股 或不认同ETF的股票配置 不想被ETF收管理费 我也很建议除了买自己看好的企业外 该企业的竞争对手也可以多少配置一些 就像是帮自己配置一个ETF 因为投资追求的是整体报酬 不是好大喜功 却对意外毫无防范 在看好的企业 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 一旦某家企业遭逢意外 受益的往往是同业的竞争者 其客员或订单将整个蜂拥而至 股价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这也是为何我建议在一个我们看好的产业中 大约配置三家企业股票的原因 至于配多配少 如何分配 也看每个人对风险的承受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如果本金过少 总共只有5万 10万元本钱 那也不必太过分散投资 而是等到本金日益变大之后 再开始去做配置 人性面对投资时总容易想住自己就快要发大财 而忽视风险 但人工智慧追求的是 如何与风险做朋友 共存共荣 然后再拥抱长期获利 用聪明智慧来做事 不是把自己搞得事倍功半 变成工人智慧 辛苦劳碌一生 计算股市 但人生无价 虽然人工智慧 数字思考 真的满适用于股市投资 但我还是要提一下坏处 根据我与一些超强的投资人相处 甚至是我自己观察自己 我发觉我们这类人 平常善于在股市中冷静计算 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容易冷却无感 例如 我们会更无法忍受时间被没有产值的浪费 就像排队时 我们会很焦虑 特别是那种前面的人 慢吞吞地跟店员闲聊 又爱询问口味的详细差别 或是老师慢慢掏钱 找钱包的民众 我也不喜欢跟我太太一起逛大卖场 因为我希望买了就走 速战速决 但我太太总喜欢行逛 万条斯理发掘新产品 外送的服务是老天给我的恩惠 我完全可以办到数月不出门 新冠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出现了所谓的WFH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 但新冠疫情对我根本没有影响 因为我原本就是这样生活 于是有些乐趣 像我这样的怪人可能也享受不到 为了面对股市的惊涛骇浪 为了不被击倒 我们这类人渐渐对人间一些美好的事物变得无感 虽然生活条件持续提升 但很容易许久都没有心快感或是期待心 这个课题不好解决 毕竟我们的大脑只有一颗 很难说切换就切换 但我也很快就必须面对 或是找到当中的平衡点 毕竟今年我也即将为人妇 而我也知道陪伴成长是无可取代且不可逆的价值 我自己也还在学习 包含多遛狗 多散步 多和咖啡店的店员互动 并很小心不要让自己像吃汗 像人工智慧般思考 在市场中不带情感 冷静判断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投资胜率 但如何善用这项人工智慧 也是我与诸多投资人的下一场人生智慧考验 第十七章 我的上阵之路 你还记得 十八 九岁考到驾照后 一个人骑车上路的心情吗 是不是满享受兜风的自在感觉 甚至人车一体 想象自己是电影天若有情的 滑地或急速传说的Sky哥哥 但现实马路上 却常因红灯右转 骑上人行道这些状况 被警察开红单 甚至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生命危险的摔车 但我的股市处上阵 却比上述情况都惨些 股市无需考驾照 成年后有钱就能进场 所以回头看最初我进股市的状态 其实就是在一片混沌中摸黑前进 若用变完术语形容 就是在战争迷雾中厮杀 根本搞不清自己的位置 可能进了敌军口袋都不知道 在迷雾中厮杀 那受伤的几率当然也就奇高无比 大概有些股民就是在这个新手 必经的混沌阶段 让资金受了重伤 或者虽然亏损不大 但却被吓到十年怕草生 于是屡屡告诫亲友与后代子孙 不要再玩股票 但这就有点像人生骑车 受到第一张罚单或第一次摔车 就宣布一辈子不骑车 而在股市的混沌期受伤 就选择不再投资 也未必是适合所有人的策略 当然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与判断 但在这混沌期 我的建议始终不变 不管准备多好 多有自信 都请轻轻试试水闻 千万不要把大笔资金一次性入场 而要慢慢分批投入 身为新手 可能犯的错误可说是千奇百怪 这适用于每个领域 当然也适用于投资 如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时 因大量是讯会意需求而爆红的Zone软体 成为投资人争相购买的股票 但后来除了Zone Video Communications大涨之外 另一家名字非常相近的Zone Technologies 其股票也无故大涨 逼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ACC出来喊话 要投资人物因不熟悉而买错 特别是另一家无故大涨的企业 其实已经数年没有揭露企业讯息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后甚至暂停Zone Technologies的股票交易 试图保护投资人 这类故事屡见不鲜 如去年台股实施盘中零股交易后 也不时传出惊悚笑话 新闻报道 有一位月薪三万多的新手投资人 想买300股台积电零股 却错选成章 也就是一次买了好几千股 九哥金额根本付不出来 只好打电话跟营业员求救 身为新手 要通过这段摸黑时光 最好的策略就是在出发前多蹲 多看 多学习 然后拜托第一次上路 不要贸然开大车祸飙速度 因有太多菜鸟死角 是当我们连狠狠撞上了 都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如果这样就毕业 那也太不值得了 留些犯错空间给自己 我们都是会犯错的凡人 但不要让自己陷入一旦出错 就用无分身之地的窘境 再用功都只是几本 我也想分享一下我初期花了多少时间研究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分享这块 因为我认为就像我们去看医生 难道医生会特别告诉我们 他是花了多少努力才考上医学院 做了多少笔记才毕业 花了多少心力才从实习医师 住院医师一路苦熬上来吗 或是去工价机构办公 公务人员会告诉我们 他是花了多久时间才考上工职吗 我真的觉得努力只是最基本的 大概就跟吃喝拉撒一样 没有什么好特别提出来 只是我也发现 几乎所有菜鸟 在受伤前都觉得投资不难 选股简单了 如果不是选择是执行ETF 做被动投资的人 也许可以参考一下 我应该不是最努力的人 但我最初研究时时不分日夜 常常研究资料到感觉自己快要往生 一趟平就眼前一片黑那种超知力解 后来的前眼症更成了我的奖状 那是我每天用在研究的时间 大概就是扣掉吃喝拉撒跟打电动的时间 而即便此刻我的投资绩效已不错 但每天大概还是花上午六个小时 找寻未来的标的 判断未来的趋势 多努力真的没有什么好提的 因为比我们更聪明的人都还在努力 写这一段只是想分享 努力只是最基本的 但另一种努力是我比较想提的 那就是不断修正 资深的投资人大概都知道 其实不是你我最初的个性 价值观 或者我们统称的性格 就让我们在股市中轻松获利 因为如本书第一部所说 人类的直觉某部分很不适用于金融市场 因此 当我们愿意不断修正自己的整体性格 相识变得更有耐心等等 便更有机会能在股市中获利 也就是说 每当我们被市场教训 在市场中犯错了 其实都是好事 而前提当然是 我们能看得出犯错的价值 失败的可贵 并努力不断去修正自己 被市场教训这回事 才能是一件好事 因此投资上 太早就一帆风顺 未必是好事 因为很容易会有大头症 不考虑风险 而且如果等投入的部位 与资金占比都很高了 财重重摔一跤 如果又是自己太过大意所导致 那这一摔很容易一蹶不振 改写人生 持续基本的努力 即愿意不断修正自己 两者合而为一 在是货真价实 投资人的最低门槛 财经乱象多 莫把杂讯当讯号 最后分享 我在初上阵的投资路上 看见超多路标指引 但也发现 绝非条条指标通罗马 事实上 满多路标会直接带我们下黄泉 因为太多牛鬼蛇神 是在我们通往财富之路时 先打劫我们的财富 什么叫牛鬼蛇神 曾有听众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小女在IG之中 一位名叫小兰的大学生 自称二十出头 大学还没毕业 却已经靠投资 赚金一桶又一桶金 开过大盘 齐全皆有操作 时不时吹嘘当日 或已超过寿新阶级的月薪 她还开班授课 而且价格不菲 就连加入她的朋友讨论群组 都需要支付一个月一万元的学费 但有朋友入群后发现 此人往往事前乱枪打鸟 暗议堆牌 或是讨论度高的股票 提供模棱两可的意见 事后再发表自己分析预测如何准确 失准的则选择性失忆 详情问挨大对于收费报名牌的看法 我那时告诉她 这些有乱七八糟神仙封号 强调自己能预测短线 解释前预测 事后验证的人 都是牛鬼蛇神 也都是低能儿中的低能儿 但后来我发现 这些牛鬼蛇神不低能 因为他们总是能骗到人 所以 被骗的那些人本身就有问题 只要能戒掉人性中的贪嗔痴 不要看到人家帅火漂亮就扑上去 不要听到有赚钱的机会就all in 也不要随便放下心房 才稳脚步 稳扎稳打 就不会在市场中溺水 接受多元意见 持续修正自己 我创立了台湾最大的 Telegram频道和两个讨论群 会经营到什么时候我不清楚 不过 我非常庆幸这样的一个发想 最后替自己带来非常多的回馈 在这里多的是本金比我大 经验比我充足的 前辈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观点 而在这些人眼里 我应该也像是菜鸡吧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还是乐观努力 良善进取的人居多 这也是我相信股市会持续成长的原因 当大多数人都贡献自己的能力 即便不时有黑天鹅飞来 人类终究会一起往前 把黑天鹅煮一煮 靠一靠 吃饱继续上路 遇免在混沌期中受重伤是关键 但如果小小跌伤 惊吓 这只是正常的投资开局 持续修正自己 避开杂讯 稳定前行 不管是在投资或任何领域 当我们再回首开局时 都会感谢自己的点滴努力与长期坚持 投资路上 绝非条条指标通罗马 如果小小跌伤 惊吓 只是正常的投资开局 持续修正自己 避开杂讯 稳定前行 第十八章 炒股前 先炒你的人生 有一 两回在古爱podcast上 我收到来自高中生的提问 有几位学生都问我 高中生应该开始买股票 学投资嘛 虽然你我都知道 时间是投资的超级好朋友 但我还是建议他们啊 你们高中生就好好去读书 青春无悔的玩吧 还有时间的话 就去尝试各种不同可能 高中 大学毕业以后 也可以先去阿拉斯加当打鱼仔 或是到澳洲摘水果 韩国做泡菜 如果有点想法 甚至也可以创业试试看 都很好 炒股有的是机会 但青春年华只有一次 你若有兴趣于此 就摸一摸 但不要浪费了有趣 好玩的学生生活 炒股是后来的事 年轻就应该炒自己的人生 仔细地研究 广泛的试担 大胆地加码 高中 大学你没有多少可以失去 冲就对了 下当风险有限 上当获利无限 这点不止在投资 在工作上 在人生中也是如此 随着年纪增加 你能扛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小 能够大明大放的机会 很遗憾的 也只会越来越少 不用背负房贷 不用赚孩子的学费和奶粉钱 不用照顾年迈双千时 一人保全家宝的年轻洒脱时光 是人生冲刺的良机 人生如智投资 很难一次就抱字 但就像买股票或挑企业 标股很难挑中 所以分散投资是关键 而人生也是 我们通常很难第一次尝试什么 旧大中 大获全胜 所以关键就像支投资 只有愿意继续玩下去的人 才可能支出抱子 通杀 像我自己 其实是走了好几年没运 参加面试加入TedX Taipei 结果上班第二天 高层就莫名其妙要我不用去了 大学时去夜店当DJ打工 不没多酒店就倒了 第一份证职考上微航机事后 母公司摔了两台飞机 连带子公司也一起收摊 我人生的摔小时不少 国中时 我妈是学校的辅导主任 每次出事 事迹败露 同学都以为我是抓扒仔 于是帮我取了一个脑残的绰号 学校训导师的老师们也特别爱关照我 班上出事时 把我抓去撑在地上用藤条抽 要我抖出是谁干的 也因为见识太少 我国中时一直真心觉得是自己有问题 数次想轻生 但后来上了高中 一切都好转了 到了大学 明明长敲课待在租屋里 却还是被选上系学会会长 办了一堆有趣的活动 让大家玩得很开心 但我明明就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国中时被老师和同学憎恨 到高中 大学时却如鱼得水 所以 有时真的不是我们有问题 而是环境跟我们不合 因此 我们更应该去治下一轮投资 实施自己在新天地的手气 就像后来我也花了几十万搭棚 自己拍YouTube节目 自娱于人 但流量并没有一席窜红 大概上传了五部片 一千个订阅 我就觉得又累 又没成就感 很快就收掉了 但后来因病录的podcast 竟一头雾水的红了 我不知道自己能在podcast上红多久 也不知道下一个人生的变数是什么 但可以确定的是 我会继续治人生的头子 人生炒股第二十几点 人人都说青春好 那难道炒作人生的忌讳 如果不小心错过年轻岁月 就一辈子不行了吗 这当然不会有标准答案 40岁 50岁创业成功的人 也是一大票 语放说在美国火红的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软体及服务企业 大家可能直觉会认为这么新潮 高估值的东西应该都是年轻人在玩 但实际上创办人普遍都是当过业界的高管 深知企业的需求才出来创业 我认为所谓的养老或退休官 日后应该都会有所不同 而投资就是一门可以做到老的事业 当缴了二 30年房贷 孩子大学毕业离潮了 我们其实又重新回到类似可以洒脱的那段青春岁月 那时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可以来个灿烂中年 到时再不炒作 人生也快修饰打烊了 想到这边 你我可能都更愿意去赌一把头子 所以我也认为如果二十三十年后 我还很认真的在炒股的话 会不会也是某一种失败 因为人生可以做的事情如此多 但我却一直困在股票投资里 急急盈盈 我即使想去尝试各种飞行器 去玩音乐 或是持续去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不断炒作人生 我们也才有机会 活得比过去更好 炒出新高点 所以想干嘛就去干吧 但炒人生也跟炒股票一样 必须细细研究 轻轻试单 看对加码 期待好时发生 切记 0到1之间 有无限个数字 黑与白之间 也有无限的色界